535 月 先回到535 月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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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上聖身剝弱法 百千萬節難遭遇 百千萬節難遭遺 我今見聞得受遲 我今見聞得受遲 厭解如乃真實意 厭解如乃真實意 我們看我們的版本的影印的第二會 我們的535頁 我們看這個中間這個段落 魯士仁迴經無量節 比匱乏罪業 是稍微從地域初到旁身去 經歷多歲 又多百歲 也就是說當我們造業 的無名蠻嚴重 我們可能會跑到這個地域裡面 地域裡面我們一般經典裡面 都有講有八寒八熱 然後比八寒八熱更嚴重的 就是無間的大地域 然後從地域初以後 他就逗在旁身去經歷多歲 在我們大波羅金的時候 從地域初就才跑到旁身 在我們楞嚴經 說你到地域初來 你還要經過二鬼道這一關 二鬼道這一關以後 才有辦法跑到出身道 所以每一部經典的介紹 不同的因緣 不一樣 大家知道就可以了 然後隨個人的因緣 有些要經多百歲 就是多百年 但是這個多百年是用人間計算 還是用地域去計算 還是用這個旁身的計算 我們不知道 但是你要經過多百年 或者多千年 乃至若多百千計值那一多歲 然後受旁身 然後身背 身身被遭殘害恐怖等苦 所以有時候我們是人道眾生 才六道眾生出生到是 我們若眼可以看得到 耳朵可以聽得到的 最容易看到 當然我們沒有辦法跟他們溝通 他們也沒有辦法跟我們溝通 然後最未盡 以此世界從一顯二處 至一顯二處 乃至佛節 乃至我們到了這個 娑婆世界的三大節 佛節 水節 風節 未起以來 然後被遭 就是說你雖然還沒有遇到這個 水節 然後火節 風節 可是你就要備受很多的痛苦 其實有時候 我們如果沒有學佛的話 真的喔 我們沒有學佛 然後沒有栽培自己建法 我們光在人道裡面的那個恐怖等苦 我們就很多了 今天我們是學佛以後 已經抗開 不會再去在意 所以你回想看看 假如我今天沒有學佛 乃至你學佛沒有建法 你一樣很痛苦 你要記住喔 這個所謂啊 這個殘害恐怖 這些種種的說不盡的 生老病死這些苦 你都在 你都在了 若此啊 世界山災壞死啊 比匱乏夜啊 疑似未盡 就是說你在這個山災 你還有很多的匱乏的那個 漁業還在 你看我們 我們雖然叫人道眾生嘛 可是我們人道眾生 我們還有漁業啊 眼睛痛啊 耳朵痛 鼻子痛啊 然後我們又遇到呢 這個時間的這個疫情啊 這個工業 這個也都叫漁業呢 這個時候也是我們人道眾的漁業 所以漁業並不是只有說 然後漁世未盡 那個漁業裡面的那種工業 你還 我們還沒有辦法 結束 然後實以轉生啊 他方世界 然後我們從這個國土走掉以後 我們又轉生他方世界 然後這個他方世界 他方兩個字並不是親近岔土 是我們啊 如果我們以縮小範圍來講 我們今天 跑到這個國土來做人道 我們的下一輩子的他方世界 可能跑到美國 英國 非洲 南非去了 這個也是他方世界的解釋 我們又跑到 一樣是人道眾生啊 那你在這個地方 如果我們沒有遇到好的善演的提升 我們下一輩子可能投胎 也一樣叫人道 可是我們可能啊 周遭的環境啊很不好 你看灰洲的人的 人道眾生 所以他的那個衣報很不好 然後 以此同類旁生去中啊 經歷多歲啊 若多百歲 若多千歲 這個歲就是臉的意思 乃至呢 若多百千 既值那一多歲 根本所不清的那一多 那種啊 不是要在那邊 遭受旁生的這個果報 不知道要幾年幾年 聽得懂啊 因為我們都知道嘛 畜生他們的那個壽命 沒有辦法比人道長啊 他們沒有辦法人道長 我們所可以看到 我們家畜裡面所 養的雞啦 豬啦 鴨啦 他們的壽命有多長 沒有辦法多長啊 大家都看得出來 所以受旁生生啊 被遭殘害恐怖等苦啊 最未禁止 然後呢 最未禁錮喔 你已經在旁生裡面 畜生道裡面 然後又到 以他世界從一顯惡處之一啊 顯惡處 顯惡處就是果報 他的惡的果報的當中 這邊受完又跑到另外一個 惡的果報的那個地方去 並不是說 乃至啊 你都還沒有得到這個山災嘛 你在這個當中啊 倍受殘害恐怖等苦 若他世界山災壞死啊 然後 比啊 匱乏業疑似未盡 你看你 你還有還 很多的 聖餘的匱乏業 還沒有 所以並不是你 你這一生 作為人道 那你這一生就把 所有的果報給消去 沒有呢 那你這一生就把 沒有呢 因為喔 你們如果喔 要在 人道的眾生 在這一生把業 完全消禁 建議裡面 要努力 栽培自己建法 建法就是了解 波羅波羅密多 的清淨法性 這個就是建法 只會要記住 建法並不是看到 內向境界 或者看到神通感義叫建法 那個都不叫建法 那個都早有 聽得懂 因為你 所以在聽大波羅法會以後 你們已經從外環位 我們要慢慢進入 所謂波羅波羅密多的這個 等級 我們就要進入建法 建法的 所以建法的人 他在日常生活 一道的六根到六成 他已經比較不容易找有邊 所以你要記住 建法並不是看到 內向感應 那個感應內向那個都外環位 那個都不叫建法 都要記住這個 所以你不要有時候打坐 有一天看到 有一個光出來 我就成就 那個都不叫成就 那個代表 你還會被那個光的感應所感動 那就表示你是外環位的人 聽得懂嗎 因為佛陀在金剛經 大家都讀過 很熟 一切有違法 如夢換泡影 你還要對那個 建光建花有興趣 那你不是外環位 你怎麼 因為金剛經已經 金剛經是我們大波羅金的第九會 能斷金剛婚 或者能斷金剛婚 那揪波羅斯另外一番 這叫金剛經 在我們這個十六會裡面的 就是第九會 然後呢 我們慢慢要知道 我們所說 如果我們在這個 構成當中 如果栽培自己建法以後 我們這裡所想的 比潰法業於是 未進的我們都有辦法 插腦之間把它轉化為清淨 所以要記住 因為你已經 往建法這一條路 所以我們在消業障的時候 跟那個外環位消業障 是不一樣的 外環位他所謂消業障 說我要消幾年幾年 可是我們建法消業障 他沒有 他沒有連夜日的執著 你要記住喔 都是不一樣的 是不同的 所以大家以為說我們 有這個業 那我要把這個業消盡 可是我們外表的業是存在 可是我們內在的異業 是清淨無語 你看佛陀 釋迦摩尼佛這一生 來到人間弘揚佛法 他還有很多的餘業未消 可是他雖然遇到了很多的業 可是他已經成本正結的人 所以他不找 聽得他不認為那個叫業 聽得懂 提伯達多害他 或者有人講話不信用 或者有那個外道的婦女 假裝懷孕在大眾裡面修辱 釋迦摩尼佛 他都沒有再著想 他都沒有再著有了 所以注意你 這個才叫消業乾淨 聽得懂 因為我不著 我一到逆境順境 我都不著他 所以我們當然就不會再去著意念 所以就一定要理解這個 那如果你還有很多的這個儀式未盡 施以轉身儀方世界 以此同類旁生去中 清律多歲 當你還有職有 沒有建法悟道以後 你為了你的職有而犧牲 職有是什麼 我們的主觀觀念叫職有 所以你們今天讀大部分 你要想辦法就是說 透過大部分的教育 破解你的主觀觀念的見解 這個才叫做讀大部落軍 部落法會真正的用意是在這裡 我們才不會另外找有編 找武 找一友一友會友會友 今天我們來學佛 其實以後你們慢慢了解 佛法的真實意義 他是在破你的 破你們要幫你離開四句句的製作 其實我們學佛 因為我們今天會遭遇 都是因為觀念不正切 所以我們八正道 為什麼第一個教育要叫正見 就是這個原因 絕對沒有把正定放在前面 也沒有把那個中間的借律 正以正業正命的借律放在前面 第一個把會觀先放在前面 觀念上你一定要先糾正你 所以我們天經文法就是要接受 那個佛吃佛見 佛陀的吃見 聽得懂嗎 我們天經文法的用意是要 我們不是迷信 他會跟我們放光加持 如果你要放光加持 你只要那個 不管白天黑夜開日光燈就有了 就可以了 你不用 你因為你妄想放光加持 你就是早有編 你就跟菠蘿菠蘿蜜多遠離 聽得菠蘿菠蘿蜜多 從來沒有教育你這個 但是你努力用功 很多的感應道交 他確實會回報給你 回報也是誰給你 你自己給你自己 你要記住 不是食旺之物 或者護法隆天默默的幫你 給你什麼 沒有 是你幫你自己 聽得懂 因為放下持著快慢 都是要靠你自己幫你自己的 沒有人有辦法幫你 也就是說我們食族律來講 你觀念錯誤 別人的朋友 家長 或者同餐道友跟你奉勸 假如你接受 你的妄念的那個子女 就會憤慨一點 如果我們善根好 我們不需要別人家欠 因為我們已經聽經無法 我們自己教育自己 所以我們就馬上達到什麼 應無所住的神奇心 不住一切 聽得懂 當然我們不否定一切 聽得懂 我不住一切法 但是我不否定一切法 要記住 這樣子我們才不會鬥 才不會二邊執著 有邊無邊執著 好 所以 使以儀轉生 儀方世界 以此同類旁生去中 進入多歲 若多百歲 若多千歲 乃至若多百千 聚職那於多歲 受旁生生 被遭 殘害恐怖等苦 你從第一跳到 第一跳到這個 這個所謂畜生道 然後呢 罪未盡 以儀世界 從一 顯二處 至一 顯二處 乃至火節水 節風節 為其以來 被遭殘害恐怖等苦 如是輾轉 遍力十方 諸於世界 所以你看 當你那個職有 很嚴重 你光這個 夜報裡面 做到這個痛苦 你看 沒有辦法結束 沒有辦法結束 然後你光一個受 諸於世界受旁生生 被遭殘害恐怖等苦 若比於諸於十方世界 山災壞時 你遇到山災壞 那你還在輪迴 你還在輪迴 然後呢 比愧法夜 於世未盡 時以還生 此間 世界旁生去中 從一顯二處 至一顯二處 乃至火節水節風節 為其以來 殘遭 被遭殘害恐怖等苦 若此 世界山災壞時 比愧法夜 於世未盡 時以附身 他於世界 遍力十方 旁生去中 廣受重苦 所以當我們一個著有 而且那個著有的有很嚴重 有 因為我們已經跑到第一 那你要記錄 第一的著有一定比人道更嚴重 今天才會跑到第一 所以我們現在 來人道都在聽清文化 我們雖然有著有 但是沒有第一的 旁生惡鬼那麼嚴重 因為我們還可以聽清文化 所以如是循環你看 經無量節 經無量節 你還在 比愧法罪夜 四見薄 你看你經無量節 你以前所造的那個愧法會 才越來越減輕 聽到越來越減輕 然後 然後 托旁生去 富鬼界 你看他 我們大波羅金是從 第一道 然後跑到 那個 所謂 畜生道 然後再來度二鬼道 我剛才講那個言經是第一道 後來是二鬼道 再來畜生道 這裡是 旁生然後再度這個 如果 鬼道中 經歷多歲 若百 若多百歲 若多千歲 乃至 若多百千 祭職 那已多歲 以鬼界中 備受 幾年 焦殼等苦 最未禁固 以此世界 從一惡鬼國 至一惡鬼國 乃至 火節 水節 風節 火節 水節 風節 為其以來 備受積累 焦殼等苦 若此 世界 山災壞死 比愧法月 疑事未盡 時已轉生 他方世界 以此同類 惡鬼去衷 盡力多歲 因為我們 從 這個 旁生 偷旁生鬼界 然後又在這個 鬼界裡面 一直打轉打轉 你一 你看 你光我們人道眾生來講 其實諸位角落 你們如果生生世世都為人道 如果我們說 有這個國土人類以來 我們都人道眾生 那你看 你已經來這個 地球的人道眾生 已經幾千年了 我們來人道幾千年 在這個當中 如果說 以這個 這個跟這個 第一道跟這個惡鬼道 出生道的這個 來對比的話 我們做人道的眾生 在這一節裡面 我們遇到佛法 真的我們善根 還滿不錯的 你要注意 你把它想一下 你要跟 我們現在大部分 問的這個第一道 惡鬼道出生道 他們要經無量多節 還沒有辦法遇到佛法 但是我們都不需要遇到 經無量多節 我們只要經多少年就可以了 就可以遇到佛法 這遇到佛 所以 來備受積累交可等苦 若他世界三災壞死 比愧法 也 於是 未盡 時已轉身 於方世界 以此同列 惡鬼去中 經歷多歲 若多百歲 若多千歲 乃至若多百千去之 那已多歲 以鬼界中 備受積累交可等苦 最未盡 最未盡 以世界 從一 惡鬼國 至一惡鬼國 乃至火節水節風節 為其以來 備受積累交可等苦 如是輾轉片立 十方諸於世界 以鬼界中 備受積累交可等苦 若比諸於十方世界 三災壞死 比愧法也 疑似未盡 時已還生 此間 世界惡鬼中 然後 此一惡鬼國 至一惡鬼國 然後 乃至火節水節風節 為其以來 備受積累交可等苦 若此世界三災壞死 比愧法也 疑似未盡 時已附身 他已世界 遍力十方惡鬼去中 廣受眾苦 我們從第一道 然後跑到出生道 出生道 提升道 惡鬼道 如是 周柳經無量節 你看當你一個職有 所造這個職有 沒有辦法在聽經無法裡面 化解你的有的觀念 的主觀觀念的見解 你看你 你都被你的主觀觀念 個人自己陷害自己 其實都沒有人 會有能力陷害你自己 都是我們自己看不開放不下 自己陷害自己 然後我們就在這個 周柳經無量節 所以你看 我們作為人道中生 以前沒有寫佛的時候 對佛法法還不理解 當我們遇到 六根遇到六成的境界 我們都不懂 如何去化解自己的執著的時候 我們都 所以當你看不開放不下 我們都有遇到曾經 晚上一躺的時候 沒有辦法睡早覺 不要說你們有沒有經歷過 師父以前在家的時候 一樣有經歷過 一樣 當我那個執著主觀觀念很嚴重 然後一躺的都是重複 重複那個念頭 就不甘願 不甘願 你看寵物 然後你要談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 聽得懂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 所以當然第二天早上 臉色黑黑的 然後更嚴重的執著 連做夢都繼續來 繼續把那個執著的忘念 一直抓得很緊 你看 當然所以我們第二天早上起來 就是 不是紅光盲面 你要記住 黑光盲面 沒有精神 顯閒爛爛 有沒有大家都有經歷這個 當然我們只有主觀觀念 看不看 所以如是 是周流經無量節 比虧法夜 疑似將盡 出惡鬼界 來生人中 來生人中 雖得人 而居下界 為佛 身在 盲隆家 或者 沾土羅家 或者 普捷沙家 或者 土快家 或者 儀納家 或者 工匠家 或者 樂人家 樂人家就是演戲 演戲 做戲給人家看的 然後 佛邪進家 佛啊 宜啊 未宅 惡 立宜家 就是我們 福報不是很好 所以我們生的家庭 就是沒有 沒有知識文化的那個地方 然後 佛所受 生 無 無眼無耳 然後 無筆無捨 芒蝦 農雅 擁 雄屈 皆 那瘋狂癲 農產 背 鋁 錯 肉 然後 攀 壁 豬根 切剪 然後 離黑 然後 窮 脆 我們這個諸音 後面都有寫 都有寫 然後 完 消無事 諸 有所為 人皆 清孝 就是說你雖然是人道眾生 但是你自然 果爸是這樣 所以人家看到你 就瞧不起你 就瞧不起你 然後 霍所身處 不穩佛名 法名 身名 菩薩名 獨解名 霍父身以幽暗世界 恆 這個無量夜 不睹光明 然後 如果 居 醋 賢 諸 諸 毒刺 何以故 善限 比虧乏夜照做增長 局身重固 受如是等不可 愛 樂 圓滿苦果 品類眾多 難可計收 因為你要去瞭解這個 所謂 每一個人個人自己的夜 是蠻複雜的 蠻複雜 那我們今天學我 我們當然不要再去花 那麼多時間 先關懷別人的夜 因為我們關懷別人的夜 坦白講 對方也不領情 聽得懂嗎 也不領情 你還是先關懷你自己算 並不是說我們很自私 因為你要記住 你在世俗地來講 對方有那個經濟的痛苦 你幫他很容易 只要你有經濟 善善不去我幫你很容易 但是我們要幫 所有的眾生轉化執著 那是很困難的 你要記住 他餓了你一餐兩餐給他很容易 他會感謝你 笑一笑感謝你 但是你要轉對方的夜 把他轉成功 那要花好多時間 然後這個夜的音源被叫化 如果不成熟 他也不會尊重你 他也不會 你名氣再怎麼大 他的執著在的話 你跟他叫化 他也盯不進去 因為要轉一個人的業的喜氣 所以還是要多多靠自己 你真的沒有辦法去轉別人的業 所以因為為什麼 因為太多人在對話中 都會講了一個保護的話 因為你不了解我 這句話大家都會說 你不是我的立場 所以你不了解我 所以你多說等於白收 聽得懂 大家 因為為什麼會講這句話 因為我健身健 所以一定要有一個圍牆圍住 高牆 保護他自己 聽得懂 所以只有靠他 自解自知自作證 你像我們現在聽波洛法會 也是要靠 都聽以後 我們自解自知自作證 波洛法會 雖然一直跟你講 那個當我們執著的 那個維繫處的只有 的缺點 但是我們六根一到六成的 當下的執著 還是靠你 不是靠我們波洛金 聽得懂 大家波洛金是跟你解說 我們有這樣情況 希望你聽了以後 早一點接受 不要等到接受以後都忘掉了 為什麼 被業的那個 那個忘記的業力 所籠罩都忘掉 聽得懂 所以我們一直熏習再熏習 你才有辦法轉捩 聽得懂 你才有辦法轉捩 耳時設立子 白佛掩世尊 如來常說 最終重則 為五無間 親收第六造作增長 壞正法業 與五無間相似也 這一段大家話舉 我們講這個 五無間的 罪業很嚴重 沙烏沙母 然後破核核生 出核生結這個 然後還有第六 你看喔 第六 親收第六造業增長壞正法也 也就破壞正法 這個業跟這個無間罪有沒有相似 這個設立子問佛陀 佛遠設立子壞正法業最極出眾 如果你破壞正法業 你最極出眾 不可以啊 彼無間業 為彼文說 聖聲波羅波羅蜜多 即便啊 不信毀謊毀之也 如是以 揮諸如來應正等者之手 言說啊 揮法揮律揮大師教 我等於此啊 不應修學 世人辦法人啊 自棒 波羅波羅蜜多 依教無量有情毀謀 然後自壞其身 依令他壞 就是破壞波羅波羅蜜多 自飲毒藥 譬如世間首講的 我們自己喝毒藥 我們喝什麼毒藥 三毒五幹 然後我們也跟著別人 一起來喝三毒五幹 是這樣的意思 然後依令他飲 自私啊 自私升天 泄脫樂果 依令他飲 自己都沒有辦法 最起碼升天的樂果當不到 我們也 鼓勵人家別人也不要升天 自此其身足地欲佛 然後自己呢 的身啊 足啊 都跑到地欲佛 然後別人也跟你陪伴 跑到地欲佛 所以依以他身啊 足地欲佛 身足地欲佛 自不信解聖生 波羅波羅密多 依轉教他令 不信解聖生 波羅波羅密多 自逆苦海 依令他逆 這一段呢 就是佛陀告示 社利子 因為社利子前面問佛陀嘛 這個五間罪啊 已經很嚴重了 可是毀謹波羅波羅密多 那更嚴重 毀謹波羅波羅密多 其實現在的人不會說 特意毀謹波羅波羅密多 但是他有疑習講話的時候 會啊 會犯了一個 那個毀謹波羅波羅密多 聽那個你的根基也不夠 你聽那個幹嘛 講這種話都有毀謹波羅波羅密多的嫌疑 因為你阻擋人家 聽得懂啊 你阻擋因為波羅波羅密多 其他的課程 坦白講啦 其他課程都是早有的課程 最少是早散法的課程 可是波羅波羅密多的教育是離世句 不找有邊無邊的教育 這種不找有邊無邊的教育 對於一般世間人 已經很難說不能找有 或者不能找有已經很困難 那你如果在鼓吹對方 然後呢 那個有無如果繼續找也不錯 何必一定要讀波羅波羅密多 那你讀波羅波羅密多也沒有辦法 教導你把那個有無二邊放得下 你讀那個幹嘛 這個就是毀謹波羅波羅密多的嫌疑之罪 我們就是這樣子的 所以你看說 自逆苦海伊令塔利 伊塔利 設例子 我已如是聖聖波羅波羅密多 尚不亦令棒正法則聞其名字 所以你要記住喔 我們在聖聖波羅波密多 如果對於這些的那個 善根還沒有成熟 善不亦令 善不亦令 棒正法 聞其名字 曠位比授 也就是說 因為我知道你的根基不夠的時候 我不會在你的面前講波羅波羅密多的法理 聽得懂 我不會講這個 因為我知道你 你平常都找得很嚴重 我哪有辦法 我們跟你講波羅波羅密多 可是主委你要記住喔 我們漢傳的所有的法會 最後的結束都要用心經結束 你們有沒有發現這一點 放大蒙山 放三十信念 放怨口 乃至我們做水路法會 最後為什麼我們祖師都用心經來做結尾 聽得懂 也是要種善根 但是種善根也不知道哪時候 對方會主動要去了解波羅波羅密多的法會 因為我們都知道我們做法會 口誦經典心散亂 這個是主持歷節來的心得報告 以前像師傅還不了解波羅法會 我們師傅都有跟人家做法會 那我們的經驗膽是嘴巴在誦經 腦筋在想其他的妄想一大堆的 一大堆的 所以都很難很難專一的 很難專一的 怕我們會聽到波羅波羅 所以我們為什麼 雖然我們每一次在做任何法會 都會結尾弄心經 可是我們都沒有讀進去 為什麼 因為我今天如果師傅安排這個 所謂法會的儀軌 因為我們主師 以前都是主師安排下來的 他都最後才用心經來結尾 我後來才想到說 其實這樣很可惜 為什麼 因為你把心經拿到最後 那你要知道一場法會做來 已經做三四個小時 在最後再讀那個心經已經沒精神了 所以雖然大家都在讀心經 可是上根從來沒有一個人 跟波羅波羅蜜多心經相連結 所以你回想看看 我講這一句話對不對 我們心經應該要拿到前面 結果我們心經都要拿到後面 結果把所有的練完以後 練了三四個小時 再來練心經已經沒有精神了 所以你要練心經說 口誦 心經耳朵寄到心經 然後響 又把這個心經的法理農進去 請問你已經站了很久 或者做了很久 然後你已經送到那個口乾舌燥了 請問你弄心經雖然260個字 你會專一嗎 所以你自己實驗看看 我自己實驗看看 沒有辦法專一了 因為已經很累了 已經很累 沒有體力了 沒有體力 氣力 精力 沒有辦法了 所以你看說以前我遇到一個老兒子 我就不講他的名字 他的早晚課就是送心心七遍 他沒有用我們漢傳以前留下來的 那個早晚課的儀式 他這個老兒子自己特立讀行 所以他的早晚課只有心經七遍 然後三歸一結束 他是這樣子的 所以你看一開頭 所以我常常講說 奇怪 為什麼都把菠蘿菠蘿蜜 都心經放在最後面呢 當然也有他的用意了 可是這個主事安排的時候 他沒有想到 我們這個未來的眾生 那個體力不支 體力不支 所以我們幾乎說 送到最後只是嘴巴 是有練這個心經 因為你已經背得很熟 是嘴巴咕嚕咕嚕咕嚕的送進去 可是我們的意念的觀想 的思維修不存在 為什麼 氣力 體力 精力已經很微弱 沒辦法了 因為你要記住 你今天要送一個說 口頌 經文 然後意念又跟經文隨著 隨文入關 那要相當的體力 精力 氣力 才有辦法 要做得到 不然之後你自己試試看 你可以試試看 你送了 送了某一部經典 你送完再來送心經 你看你那時候 心經的效果是什麼 最後心經的效果是 趕快結束應付一下 趕快練快一點 聽得懂嗎 我們沒有辦法在誦經裡面 起三指三官 天台中的智德大師 在誦經裡面的三指三官 我們用不出來 我們沒有辦法用空官 假官 中官 去送這部經典 聽得懂 因為體力不支 並不是你不想要 可是你氣力已經不行了 體力已經不行了 所以這位你看說 我們在修學佛法 如果我們可以了解自己的那個 知己知彼 百戰百勝了解自己 然後跟我們所要的這個經典的法理 來想辦法跟它相應 這時候對你學佛學到這一條路 你會有很大的慢慢提升的幫助 設立指棒正法者 我尚不聽 祝菩薩聖諸善男子 善女人等聞起名字 旷令眼界 你看說棒正法的人 我尚不聽助 我一定會不聽助菩薩聖諸善男子 我會交代這個菩薩聖諸善男子 你不要去再聽那個人的名字了 何況我要看到他 然後還會允許他共助 因為他已經揮法 然後何以固設立指 諸有棒毀聖身波羅波羅蜜多 當之筆名壞政法 就是誹謗波羅波羅蜜多 你就是毀謗政法 因為波羅波羅蜜多 才叫做政法 你要記住 我們才叫做政法 然後 筆壞政法者 多黑暗類如會鍋爐 就像我們黑暗的這個鍋牛 鍋牛常常被外殼給包住 被包住 自污 污他 如會混聚 就像你自己污染自己 也因為你不了解法律 然後你透過你不了解法律 還往外推廣 你不只污了你自己 也污了別人 如會混聚 若有信用 壞法者言 依受如全所受大果 如果聽你的話 接受了 那你看你今天壞法 你說影響了多少人 所以我們越出名的大德 他在弘法律生 他越要小心 他如果沒有了解佛法的真實意 他將來影響很多人 這樣果報以後都要算自己 因為那些 那些的人以後會來找你麻煩 都以前厲害的 你就是說這樣 因為你出名 你說我們都這樣做 完了 以後那些的人 多三二道以後都要找你算帳 都要找你算帳 因為你毀謗甚深 波羅波羅密多 聽得懂 然後呢 因為波羅波羅密多 為什麼很容易被人家毀謗 因為他要破你的有件 破有件是我們凡乎 因為早有的比例是99.9999 就是很久 這樣聽得懂嗎 我們幾乎如果我們沒有讀大波羅軍 我們不可能包括師傅在內算數 我們沒有讀波羅法會 我們都不知道說波羅法會 他真正的功課 是在教你破離世俱 解決離世俱的那個世俱俱的執走 希望叫你離開他 破解世俱俱的執走 他的教育是這樣子的 所以你看前面 前面我們都有讀過了 然後呢 你看這個比什麼還更嚴重 所以我們這個自責不一定說 腦筋聰明的人 這是說理解法理的這個修行者 不應該是誹謗聖聖波羅波羅密多 當然反過來會誹謗聖波羅波羅密多 那我們就知道他不懂 所以他會誹謗 聽得懂 因為他不理解他會誹謗 此設立子復白佛言世尊 何言但說如是壞政法者 多大地義 然後呢 旁生鬼卻常識受苦 而不說比行貌聲量呢 佛言設立子指 不應說壞政法者 當來所說惡趣行量 所以佛統是說我們不要去 他破壞政法 我們不要再去說他的那個 將來破壞政法以後的果報的 那個惡趣的行量 我們不用再說這個 因為他已經在那個三二道受很多苦 你再跟他講 以後你會變成什麼形狀 他越聽越害怕 越恐懼 可以顧這例子 若我去說壞政法者 當來所說惡趣行量 你看喔 這是我剛才所回答 如果他已經剁了三二道 那我們他剁三二道 我們又把三二道 那些所發生的那個外型的行量 又講給他 哇 他哭得皮皮抓 更恐懼 害怕 所以你看說我如果去說壞政法者 我如果壞政法者他所情況的果報 我完全把他圓滿的說清楚 當來所受惡趣行量 筆紋金布 當吐熱血便至命中 厚盡實苦 所以我沒有辦法馬上跟他講說 你毀謗聖聖剝洛波麗多 那你的如何如何 我沒有辦法跟他講 因為他一聽當下 當下他的果報就會出現 所以你看說我們如果破壞政法 尤其破壞聖聖波麗多 所以我們明領故 所以我們不只說你今天毀謗 波麗多波麗多 你會逗三二道 我們不談三二道裡面的細節 因為一談那個細節 他聽得他馬上就更恐怖 聽得他不談這個 尤其子言 唯厭佛說壞政法者 當來所受惡趣行量 明界未來令之棒法 當誇大苦不造失罪 然後這例子邀請佛陀說 那你是不是可以把這個 所謂惡趣的行量講解一下 然後以後說明清楚 然後告誡未來的眾生 如果他們辦法 那將來會受很大的苦 當然我們都也希望他理解以後 就不會造這種罪 佛遠設立子 我先說足為民界 為未來是諸善男子善女人等 文所說壞政法業 照作增長局圓滿者 鬥大定義 詭界惡趣 依依去終長死受苦 足智禁止不棒政法 所以佛陀佛陀設立子 我其實前面我是講一個總綱 我們每一個人罪業的細節 其實太複雜 所以我不會說很清楚 但是我已經前面已經講了 所以未來式的善男子善女人等 文我所說壞政法業 照作增長圓滿者 鬥大定義 我們只要講這個大綱就可以了 你以後會鬥大定義 或者旁生詭界 十色立子便百佛言 為難是尊 為難善事 當來肅信 諸善男子善女人等 文佛先收 然後奔政法罪業 常時苦 足為民界 當來肅信就是沒有被染污的人 我們在弘法的時候就跟他講這些 就是說 奔政法 尤其是奔毀奔波羅本多 我們跟他講這個希望告誡對方 臨死的生命終不棒法 臨死的生命終不棒法 誤我未來當受世果 那我未來當然就不會再受那個惡鬼第一的果報 而實際受善獻白佛言世尊 若有聰慧諸善男子善的人等 文佛所說奔政法人 以當來是久受大骨 因善互此生於異業 就是說我們是有聰慧的人 現在在座的人 或者有聽大波羅經的人 大部分都是有聰慧 乃至聽聞跟波羅相應的經典 現在雖然不叫大波羅經 叫做法法經 法眼經 嫩眼經 這個也是大波羅經的相應經典 所以你不要以為那個經典 不叫大波羅經 都是相應的 相應經典 若有聰慧諸善男子善女人等 文佛所說奔政法人 以當來是久受大苦 因善互此生於異業 誤與政法誹謗 毀壞 對於政法裡面 尤其讓人家建法開悟的人 有些人可以教導眾生 走上這一條路 我們都不能誹謗他 然後逗三惡氣常死受苦 以久遠死不得見火 你看你如果誹謗政法 你就不曉得要經過多少時間 都是在三惡道裡面 逗三惡道常死受苦 以久遠死不得見火 不聞政法不止慾聲 慾聲 所以諸位你反過來 我們現在很容易遇到三惡 請問我們的罪業 親不親 很親 而且你是人道眾生裡面更親 我們一樣有人道眾生 78億人口 可是能夠聞波羅波羅密多這樣法味 而且能夠願意接納他的教育思想 因為接納波羅波羅密多教育思想 你就是你這個修行人 是準備把我職我所職放下 你才會聽波羅波羅密多了 所以聽聞波羅波羅密多你放心 這些也就是說你們在座 乃至在我們機制裡面 大家聽到波羅波羅密多 就表示你願意破身見的人 所以你聽了這部經 你不會有驚有孔有不有味 你看我看到你們聽都沒有這樣屁屁屁 沒有有驚有孔有不有味 聽得懂啊 就表示我們對這個 聖誠波羅波羅密多這一部經 有相應 什麼叫相應 準備轉化我的執著 我的我見深見 聽得懂 因為波羅法會沒有再教你說 你說你今天讀大波羅密多給你多少利益可得 沒有 你今天讀大波羅密多你反而更吃虧 什麼吃虧 那個我見深見煩惱都要布施出來 不是吃虧嗎 都不能跟人家占便宜 聽得懂嗎 你要懂波羅法會 你要讀接受波羅法會 你要準備你這種心態 正念真正的心態就是這個 師父講的比較 那個民間的傳統的術語 這樣你就懂了 你要把三度五概全部捨出來 這個叫聖誠波羅波羅密多的相應 好 然後呢 你看 以九元始不得見火不聞正法 不止欲生 你看喔 因為你毀謗波羅波羅密多 不得生於有佛國土 雖生人氣下見 貧窮醜漏 玩以肢體切減 諸有所說 人都不信手 因為你有這些果報 我們凡夫是如你來講 如果你今天果報輕 你看你講話在社會上 你一言九鼎 那你今天 如果在仙陽聖誠波羅波羅密多 你已經一言九鼎不夠 你一言百鼎千鼎萬鼎 為什麼 因為轉化直走 施捨你個人自己的我見的煩惱 把它丟出來 這個才跟聖誠波羅波羅密多的相應 所以大家以為讀波羅波羅 波羅波羅密多這個大經典 你有什麼好善根 沒有 可是反過來你真的是很有好善根 為什麼 因為準備把山魯蓋丟出來 這個才有辦法跟聖誠波羅波羅密多相應 要記住 記住善見戶百佛圓 照作增長敢潰乏夜 由不惜惡與夜夜 你看我們照作增長有愧 那你是不是有照那個惡的那個乙夜可夜 佛圓善哉如是如是 時由篡息惡與夜故 這個話起來 因為我們的篡息 每一個人的過去昨天的觀念流到今天 都還沒有改善願意放下自己的 身口欲善夜的只有 所以照作增長敢潰乏夜 其不由惡禧與夜夜 也就是說你為什麼會有照作增長 敢潰乏夜 就是你裂結 所以佛跟善先回答 如是如是時由篡息 過去裂結篡息來的那個喜氣 是不是喜氣 那個喜氣就是我們現在來講就是性格 個性 我們一講說那個人的個性 就我們就在講喜氣 那個人的性格是怎樣怎樣 就是在講喜氣 聽得懂 然後誰由篡息惡以異夜 照作增長敢潰乏夜 當然我們就敢潰乏夜 潰乏夜就是不如意的夜 然後 以我正法聘乃野中 當有愚痴諸出家者 唉唷在罵我們出家中 超高 你看喔你看 當有愚痴諸出家者 彼雖稱我以為大師 而以我所說聖聲 波羅波羅蜜多 毀謗毀壞 為什麼呢 也就是說我雖然是出家中 我愚痴的時候 但是我都被人家號稱為某某大師大師 可是你這個大師 身口一所造作出來都在只有邊 你不一定嘴巴毀謗波羅蜜多 可是你只有邊就已經毀謗波羅蜜多 所以記住喔 你不是我今天把這個波羅蜜多經典燒掉 我叫做毀謗波羅蜜多 不是耶 是波羅蜜多聖聲波羅蜜多 在你這個身口一三月 看不到你的直我見直友就放下 他到底我們讀波羅法會你要心裡準備 什麼準備 準備把自己的我法二職給拿掉 我們今天讀聖聲波羅蜜多才叫做覆持正法 不是只有讀宋我們叫做覆持正法 覆持波羅蜜多 我們身口一三月要做出來才叫做幹嘛 身口一三月做出什麼來 做出你的執著的業 越來越輕微淡薄 今天你才有辦法跟聖聲波羅蜜多相應 我們讀波羅法會並不是說 我們今天讀的波羅法會 就是跟波羅蜜多相應耶 沒有耶 我們讀波羅法會 如果比沒有讀的人還執著的話 那你的業造了你別一個人更嚴重 這句話誰講的 阿蘭 阿蘭在嫩眼睛跟佛頭講的 你看阿蘭今天對比 我當你試者當了二三十年 結果我每天都在聽經文法 那我今天的執著還那麼嚴重 你看我不如那些沒有聽經文法的人的嚴重 更嚴重 他們沒有聽經文法 所以他們嚴重不叫做嚴重 我已經聽經文法 而我沒有去改善 你說我的業障有沒有比他們做 因為我們叫做世間的那個 那個成語的那個形容詞 明知故患 不是明知故患 明知被無明所患 聽著 無明就是息息所患 明明都我們常常不是那個陳吉士跟我 就知道這道理就做不到 這個是明知故患 是喔 最佳一檔 最佳一檔 你看喔 彼雖稱我以為大師 而以我所說聖聲波羅波羅密都毀謗 你看我們在世子地上人家都稱你老和尚 老法師 大師級的 大師級的 結果你再毀謗波羅波羅密都 可是你還自己不知道喔 麻煩就麻煩在這裡 善獻當之都有毀毀內聖聲波羅波羅密都 則為毀謗諸我無上正等不敵 這個畫起來 也就是說你們 世間人不了解他的毀謗沒有 我們已經讀波羅波羅密都毀謗 佛經的那個罪要深 我們哪 如果知道我們還明知故患 只有見 是什麼意思呢 本來我講一個屁啦 本來我們金剛經不是說 要破人像我像眾生像受者像 極為菩薩摩惡煞 聽得懂 那這個我們有沒有讀過 有 我們也一樣聽人家解釋過 結果我們哪 做出來的時候 生果一善業裡面隕行當中都在破什麼 都在找我見人見眾生見受者見 你一找我見人見受者見 反過來就等於毀謗聖聲波羅波羅密都 聽得懂這個意思嗎 並不是說這個經典在你面前你把它燒掉 你毀謗它這個叫做毀謗 不是 那個是粗糙的解釋 我們今天講的是真實意的解釋 真實意的 所以善獻當之 若有毀謗聖聲波羅波羅密都 則為毀謗諸佛無上正等補敌 若有毀謗諸佛無上正等補敌 則為毀謗過去未來現在諸佛一切相智 這個畫起來就是警惕自己 若有毀謗過去未來現在諸佛一切相智 若為毀謗諸佛一切如來因正等劫 若有毀謗諸佛一切如來因正等劫 則為毀謗佛保法保必除生保 若有毀謗若有磅毀 佛法生保則當毀謗世間的政見 因為我們世間的政見 如果講波羅波羅法會來講就是屬於波羅波羅密都的 若當毀謗諸佛世間政見 則當毀謗諸佛不思境界 安冷靜靜靜靜立波羅波羅密都 依當毀謗諸佛內空乃至無性至心空 依當毀謗諸佛乃至八生道之 如是乃至依當毀謗諸來實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 依當毀謗諸佛一切之道相之一切相之 依當毀謗諸佛一切相之 即便色受無量無數無邊罪業 你看喔 你毀謗諸佛羅密都 你就已經準備要色受無量的苦 你看 無量無數無邊罪業 由比色受無量無數無邊罪業 即便色受一切 因為你有無量無邊罪業 那這個罪業要哪裡去受 當然就在一切地義 旁生鬼皆疾 人去中無量無數無邊大苦 無邊大苦 據說善見 互拜佛言 彼諸余夫 己陰言故 磅毀如是聖聲波羅波羅密都 我們今天講這一段 大家要特別在意一下 注意一下 然後呢 佛言善現 有四種陰言 彼諸以夫 磅毀如是聖聲波羅波羅密都 何等為事呢 一者為諸邪謀所善禍故 所以你如果讀嫩眼睛那個五十陰謀 尤其我們的色陰 授陰 響陰 前面這三種 三十種謀 你看喔 大部分都是為諸邪謀所善禍故 彼諸余夫 誹謗如是聖聲波羅波羅密都 所以余夫異聲的人就會誹謗 這是第一個 這個都要畫起來 二者 以聖聲法不信解固 所謂聖聲法就是說 所有經典都在教育你 盡量把我職 聖劍拿掉 你今天才會成就 可是我們這個修行人 不注重把我聖 聖劍拿掉 我們注重的那個 宋經一直停留在那個外反會的觀念 我們學了四五十年 還停留那個外反會的觀念 那你停留外反會的觀念 就表示你再誹謗聖聲波羅波羅密都 聽得到 我們每一個人學活一定會經過外反會 以師傅的例子 我已經過外反會經過了二十年 心外求法 求感應道教 求送經回向 我們都走過 但是我們走過我們的心得報告 怎麼煩惱妄念妄想越來越多 糟糕 我是不是要轉型提升 聽得懂 我們就要轉型提升 就是小學畢業我要讀初中國中 初中國中畢業我要讀高中 這樣才對 我不可能一輩子都是這樣子 所以我必須要跟上一陣子 去了解聖聲法 我不能一輩子都停留在 以聖聲法不信解固 然後筆助漁夫 毀謗如是聖聲波羅波羅密都 三者 各位你要記住 並不是說你嘴巴講說我毀謗波羅波羅密都 才叫做毀謗的意思 因為你不信解就已經叫做毀謗了 聽得懂嗎 你讀那個波羅波羅法會 一面讀一面都在打妄念 妄想都沒有改善 其實這個都跟毀謗波羅密都已經有嫌疑了 很多人沒有看到這個違細處的解釋 聽得懂嗎 違細處的解釋 以為說嘴巴講出來才叫做毀謗 波羅波羅密都沒有 因為你的知見已經錯誤了 就已經叫做毀謗 聽得懂 各位記住 你的知見已經錯誤了 然後所以以聖聲法不信解你看 這是知見錯誤 所以我才以聖聲法不信解 聽得懂 筆助漁夫毀謗如是聖聲波羅波羅密都 三者不情清淨 單走五印 如果佛陀講說單走這個五蓋 我還可以努力一下把五蓋轉化掉 講這個你要懂 佛陀回答善限 這個水平都不是叫做高 都是叫真實義 那你今天學佛 你這個出家人 四重弟子 在學佛沒有五印皆空 凡沒有五印皆空的人 是不是都是叫做不情清淨 因為你的清淨都是外表 外環圍 你沒有提升到你的精淨 把五印皆空做到 所以你看不情清淨單走五印 五印 你單走五印就是說 一輩子學佛以後都在五印當中起煩惱執著 諸二之勢所射受故 那所有的二之勢就是射受這樣的範圍 筆助漁夫半毀如是聖聲波羅波羅密都 像這樣的漁夫一聲就是半毀波羅波羅密都 因為他一直單走 我們本來被要教育 所以要五印皆空 結果學了三四十年 都還沒有達到五印皆空 你學佛三四十年還沒有達到五印皆空 你是不是相對的就在誹謗 聖聲波羅波羅密都 是 告訴主委 所以你看這一段是滿嚴重的 因為為什麼 單走五印 你單走五印 你就是誹謗波羅波羅密都 不是嘴巴我們說我照口夜 說這個心經沒用 不是指這個 聽得懂 你看佛陀跟三線 講這個細微處的解答 筆助漁夫半毀如是聖聲波羅波羅密都 就是很容易喜歡自己高舉自己的程度 親昧別人 親昧他故 筆助漁夫誹謗如是聖聲波羅波羅密都 善線筆助漁夫由聚如是四陰眼 就是前面講四條 大家要把這四條記住 我們現在拿四條不是去看別人 建議你們拿四條看自己 先看自己再說 不要拿這個四條去看 有沒有人做到五印皆空 你先關懷你有沒有把五印皆空做好 再說 誹謗如是聖聲波羅波羅密都 由此當乃受無量苦 當然你就受無量的苦 去受善見 忽百佛遠世尊 世間疑夫 不情精進 就是不了解這個修學佛道這一條路的次第 所以我們在學佛當中 大部分都遇到二知識 至首射受 至首射受 像以前我剛出學的時候 我各處殘學 後來才知道 都是要遇到善知識 分得難上加難 所以師父建議裡面 善知識去哪裡找 善知識在波羅波羅密都自己找 波羅波羅密都現在讀就是你的善知識 因為你要記住 當我們了解波羅法會 才知道說 要把自己齁 善知識到跟聖聲波羅波羅密都無二無北 我們也相當不容易 我們不要再笑別人了 我告訴你 你要你今天讀波羅法會 要把自己 善知識到如波羅波羅 這樣的經典的聖聲義氣的話 我們就已經很不容易 所以我們沒有資格去評斷別人 所以我們建議不要浪費太多時間去評斷別人 要評斷也評斷你自己算了 你有沒有真的做到五印皆空 還是如前面所說的 你還在單走五印 乘走那個五印 所以你看 所以既受善見夫拜佛遠是尊 世間以夫不情精進為二知識之所色受 為種善根聚諸惡行 以佛所說聖聲波羅波羅密都十難信解 所以當然就很難信解 你看 我們對波羅波羅密都 也就是我剛才所說 我們不能一輩子只有讀誦 這個所謂十六慧 然後最後回向 這個是不夠的 聽得懂 這不夠的 好 佛遠善現如是如是 如如所說 世間以夫不情精進為二知識之所色受 為種善根聚諸惡行 以我聖聲 以我所說聖聲波羅波羅密都十難信解 所以當然就很難信解 既受善見 護白佛遠如是聖聲波羅波羅密都 然後迎合聖聲難信難解 你看喔 為什麼叫做難信難解 我講比較白話一點 要讓你放下執著 我們凡如心不甘情不厭 所以難信難解 你不要以為我們讀波羅波波都有什麼了不起 沒有了不起 波羅波羅密都教育 就是一直要砍你的我見我子 一直把它砍掉 把你的貪意蓋砍掉 稱謂蓋砍掉 焦慢心給砍掉 這個才讀波羅波羅密都的用意 你要懂 要這個 所以你看下面的回答 佛遠善現 你看也就是說善現 問佛陀 如是波羅波羅密都迎合聖聲難信難解 為什麼大家遇到波羅密都難信難解 因為要讓你達到五韻皆空 你做不下去 什麼叫五韻皆空 清淨平等的心態 所以你看佛遠善現 你看要達到色五虎五解 也就是說色印裡面 你不要被虎跟解 你要做到五虎五解 不要被綁 不要被套牢 這個解就是不要被那個觀念給套牢 你要做到 在色印裡面所發生的那個過程 就是所發生的 生老病死沉住快空生住於妹 我們要做到什麼五虎五解 你看你如何栽培你這樣子 這你回想看看 為什麼佛陀要教你色五虎五解 這個水平何以故 以色無所有性為色之性 這個要記住 色為什麼叫無所有性 因為它是陰眼 所以你看我們的肉體是不是色 你看我們肉體 被稱為人 一個標準的人 請問我們從頭到腳 是不是陰眼合合組合的 很多的器官細胞合合 我們都是這樣子 你這個才合合體驗 你才叫做人 所以叫做以色無所有性 所以無所有性 無所有性反過來 我包容一切所有性 聽得懂 你看你做一個人 你這個人是不是要包容六十兆細胞 如果你離開了這個六十兆細胞 你不叫人 你那個人的自性已經沒有了 聽得懂嗎 所以說你要記住 色無虎無解何以故 以色無所有性為色自性 所以什麼叫色真正的自性 就是無虎無解不要被綁住 要解套自己 好下面色應講完了 下面受想形式依附如是 受想形式無虎無解何以故 以受想形式無所有性為受想形式自性 所以五印都是無所有性 就是無自性 無自性就是沒有固定的自性 除非你看漂亮跟不漂亮 有固定的自性嗎 沒有 所以你今天才會被人家說 你今天那個肉體的色法 你好風光喔 為什麼 因為遇到好的那個是順的境界 所以你當然看起來很風光 如果你的陰眼遇到了那個壞的陰眼起來 你當然苦沒醜年 你這個色是不是就是變成了悲觀的靈孔出來的 消極的煩悶的那個靈孔出來 這些煩悶跟快樂什麼造成的 就是陰影給你造成的 陰影給你造成的 不然我們原來的這個肌肉會被這個 這個你的好心情會心情影響嗎 不會 所以注意你要理解喔 所以五印都是無所有性 沒有固定的因為它會變異 那我們心靈邪佛的人 就是在會變異的 是非對錯高低美醜 這個都會變異喔 我們了解佛法以後 就不墮入是非對錯高低美醜的框框裡面 聽得懂嗎 我們不陷入那個是非對錯高低美醜的框框裡面 我們就叫做解脫者 我們叫解脫者 這個就是你就了解 五印是無所有性的答案 就是無自性的答案 聽了 然後唯受想情是自信故 因為你無自性以後 這個才叫做五印的自性 聽得懂 所以什麼叫五印的自性 不找一切有 就是五印的自性 你一找那就不叫五印的自性 就是你個人個人的執著的自性 你個人 好下面以此類推 我們讀下去就可以了 下面以此類推 好三線 遠處乃至異處無虎無解 也就是說我們要在眼根遠處耳處乃至異處的當中 做到無虎無解 然後何以故 以遠處乃至異處無所有性 唯遠處乃至異處自性故 色處乃至法處無虎無解何以故 以色處乃至法處無所有性 唯啊色處乃至法處自性故 所以這樣子的自性叫做什麼 叫做清淨法性 清淨法性安住在什麼 無虎無解 安住在無虎無解 好下面講遠處乃至異界 三線 遠處乃至異界無虎無解何以故 以遠處乃至異界無所有性 唯遠處乃至異界自性故 色界乃至法界無虎無解何以故 以色界乃至法界無所有性 唯啊色界乃至法界自性 遠處界乃至異世界無虎無解何以故 遠處界乃至異世界無所有性 唯遠視界乃至異視界自信故 是遠處乃至異處 無虎無解 何以故呢 以遠處乃至異處 無所有信 唯遠處乃至異處自信故 遠處唯遠所生諸壽 乃至異處唯遠所生諸壽 無虎無解何以故 以遠處唯遠所生諸壽 乃至異處唯遠所生諸壽 無所有信 唯遠遠處唯遠所生諸壽 乃至異處唯遠所生諸壽自信故 所以你看說我們剝露法會 其實它的解釋類似 我都拿弄眼睛的那個屁 你看我們弄眼睛首講二十個法門 並不是我們現在所講的戀佛法門 禪宗法門 密宗法門叫做法門 聽了 那些都是我們世間法所說的法門 但是我們今天講 佛法的解脫法門的 弄眼睛的二十五個法門 都沒有離開六根 六成六四 在六大 在七大 所以加起來就是二十五個法門 就是八戒加七 就是二十五個法門 所以我們今天讀大波洛經 你讀久了以後你就會發現 為什麼佛頭每一次跟善憲的對話 他每一次都會從五印 然後一直講到 所謂演出為原所生諸壽 乃至講到十八宮一切之 為什麼都要講這些 因為每一個人他 每一個眾生他 用那個觀念的見解來解脫的那種 念頭不一樣 聽得懂嗎 念頭是不一樣的 像弥勒菩薩他要幫他解脫 他就不用地大 水大 火大 風大 他用什麼 他用意識四大 聽得懂 用四大 我們大師日菩薩為什麼可以 跟弥陀如來生號相應 他用什麼 用根大 跟他相應的 聽得懂這意思嗎 也就是說每一個人他只要 一門進入解脫以後 他進去就什麼都解脫了 所以我們今天要讀大波羅法會 你一定要有耐心 因為他不一定對你喜歡的 那一個其中的 異世界起執著的眾生開示 他也對執著演世界的眾生開示 所以你要讀波羅法會 你要有這種耐心的理解 他的用意是什麼 所以有些人他可以從五印裡面解脫 你看仁元君為什麼講說 五印本如來葬心 就是有一些眾生會從色印裡面解脫 會從響印裡面解脫 聽得懂這意思嗎 是這樣子的意思 那你只要其中一門你解脫 那其他的二十四個相關聯的都一樣 為什麼 因為我們肉體具備二十五個法門 你的肉體 所以你的肉體就用眼根來解脫 專解脫 你的耳根就解脫了 什麼叫解脫 不注意切法的执著叫解脫 我從眼根都信念成功了 眼根看是信念 當然我其他的就信念成功了 所以你不用根根學習 不用每一個法門都學習 聽得懂 因為我們講的是 那些二十五個法門 所以我們大波羅經也是一樣 你如果在五印其中的一印解脫 相對比的其他就解脫了 這樣懂嗎 你從色印解脫 從受印解脫 從響印解脫 是看個人的興趣 不過我後來發現 佛陀雖然講那麼細 我後來發現我們凡乎也聽不懂 也不知道他的應用的 為什麼要講 但波羅法會 為什麼要講那麼細 好 下面呢 有些人從五印十二路十八件 沒辦法解脫 但是他從六度來解脫 其中一度來解脫 也可以 這樣聽得懂這一次嗎 所以說善憲不思波羅密 都乃之波羅波羅密 都無虎無解 你看六度本來就是五虎無解 是我們把他執著的人 操控六度以後就變成有虎有解 被綁住了 然後你要理解以後 波羅波羅密都也可以達到五虎無解 也就是說我前面的五印十二路十八件 我不用他來解脫 我用六度其中一度也可以 好 何以故 以不思波羅密都乃之波羅波羅密都 叫做無所有性 因為無所有性下面都會包含 所以記住 無所有性下面都會包括什麼 失魅性 變異性 因緣性 所以才叫無所有性 我沒有辦法給你有固定的答案 有所有 因為他一直變異 今天的兩點到三點跟明天的兩點到三點 發生的因緣性是不一樣的 那我今天的兩點到三點跟昨天的兩點跟三點 我所到的因緣性也不一樣 所以叫做什麼 無所有性 所以你沒有辦法互製 今天發生的幾點到幾點跟昨天的那種一樣 不可能 為什麼 因為昨天的兩點到三點跟今天的兩點到三點 他的因緣性的面對不一樣 眼跟看射程的境界不一樣 耳朵聽深層的境界不一樣 所以答案不可能給你一樣 但是就一件事情讓你一樣 一切法無自性是一樣的 你要接受一切法就是 這個就是無自性 因緣性 變異性 無我性 無常性 要記住 好 然後善憲 內空乃至無性自性空 無虎無覺 何以故呢 以內空乃至無性自性空 無所有性 為內空乃至無性自性空 自性故 善憲 思念住乃至八聖道之 無虎無覺 因為我們今天學佛法 也就是說我今天 如果我們讀到這一段 我們講比較通俗的 我們今天拜佛 念佛 持咒 或者打咒 我們都要把我所做的功課 那個功課做到什麼 無虎無覺 你不要做那個功課又被綁住了 聽得懂 你就有虎有解 聽得懂 有被綁住 然後我要想辦法被綁住以後如何解套 其實當我們抗開放下 我們虎跟結就不再發生了 怎麼我還要解開煩惱幹嘛呢 我不被綁 我當下煩惱就解開了 這樣聽得懂這一次嗎 我不執著 那個五印其中的一印的執著 請問哪有被綁 或者綁了以後還要解呢 所以無虎無覺 所以我們是不是要用會觀的理解 了解這個華理的道理 所以說思念住乃至八聖道之 無虎無覺 何以故以示念住乃至八聖道之 無所有性 唯也示念住乃至八聖道之 自信 所以我們今天做任何功課 大家一定要告訴你 所有的功課都在做那個功課當中 讓你發現你自己的執著的有邊 還有很多沒有改善 如果你了解以後你從這個有邊的執著 把他改善成功以後 你做任何一個功課 當下就是清淨平等心 但是你如果不了解這個原理 以為那個功課會給你清淨平等心 那你就越來越只有 師父講這個話 你們聽得懂嗎 你要懂 我們現在做功課都換了一個盲點 是那個功課可以解套我的執著 其實不是 結果我們不了解華裔 我們都希望某一個功課解套我的執著 解套我的煩惱 你要懂 這個叫外反味的思想 心外求法的思想 心外求法 那我們今天讀剝落法會幹嘛 從做功課裡面看到自己的 妄念妄想的執著 然後放下妄念妄想 那個執著是你的工作 你這個每一個修行人的工作 當你放下妄念妄想 你做任何一個工作 就是當下就是清淨心無自信的水平 就建立起來了 所以除非我們做任何功課 看到妄念妄想 是幫你救你自己 可是你如果沒有聽清文化法義的話 你不知道那個在幫你 因為在告訴你某某用功修行者 你還有這些的執著妄念 所以他教育你 希望你這個執著的妄念 自己截肢 抗開放下 聽得懂嗎 可是當我們沒有聽清文化 不了解這個法義的義理 我們一輩子學否就是外反味的答案 有做啊 我這麼堅強兩無時 怎麼夢想夢娘又這麼多 是什麼意思 你看這個就外反味的心態 聽得懂嗎 所以我們都希望 我們在做功課都不要妄念妄想 我們以前在外反味的 希求心都是這種心態 其實這個是錯誤的 我們要提升 要提升 所以我們要讀波羅法會以後 就是要教你提升 因為沒有叫做妄念妄想 都沒有 都是因為你的執著兩個字 給你套牢你自己 破除執著的方法 就是越聽清文化 越了解的時候 你的執著的有邊 會越來越減少 而達到什麼 無自信 一切法無自信 當你達到一切法無自信 所有的功課一做下去 馬上相應 沒有妄念雜念干擾你 但是你現在為什麼 還有妄念雜念干擾你 因為還指有邊 這個有邊叫做什麼 不理解法義的無明的有邊 不理解法義怎麼應用 聽得懂 所以說善憲如是 乃至如來實力 乃至是八佛不共法無虎無絕 所以這些法原來都無虎無絕 何以故 以如乃至是八佛不共法無所有信 都是無有固定的信 所以為如乃至是八佛不共法自信 故 所以我們建議讀剝落法會以後 盡量教育你自己 就是六根跟六成遇到以後回光環照 看到自己的那個有邊還多少沒有抗開放下 你要教你自己趕快把他抗開放下 我們才做到無虎無絕 善憲一切智無虎無絕何以故 以一切智無所有信 以一切智自信故 道相智一切相智無虎無絕何以故 道相智 以道相智一切相智無所有信 為道相智一切相智自信故 善憲 覆次善憲 色前智無虎無絕 前智在講那個過去所發生的時間的執著 聽到時間的執著裡面 你有沒有虎根結的套牢 色前智無虎無絕何以故 色前智無所有信 以色前智自信故 什麼叫色自信故大家記住 我們講說那個法的自信故 那個自信故就是無自信 要記住這一句話 比如說我講眼睛耳朵鼻子 這個眼睛耳朵鼻子就是變異性 聽得懂 因為為什麼變異性 因為我現在這個耳朵眼睛的造型 跟我一歲兩歲不一樣 為什麼不一樣 因為無自信 變異性 無常性 無偶性 所以才叫做無自信 聽得懂嗎 好 如果受想行事前智 無虎無絕何以故 以受想行事前智無所有信 唯受想行事前智自信故 如是乃至一切智 前智無虎無絕何以故 以一切智前智無所有信 唯一切智前智自信故 道相智一切相智 前智無虎無絕何以故 以道相智一切相智 前智無所有信 唯道相智一切相智前智自信故 所以我說你這個自信 比如說我今天講鼻子的自信 那鼻子的自信裡面含什麼 無自信 就是你的自信 無自信就是我們眼睛耳朵鼻子的自信 邊緯性 無常性就是我們的自信 這樣聽得懂這一次嗎 你要懂 好 所以善限 也就是這些如果我們舉一反三 你瞭解 你在日常生活眼根一到六成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的執著會越來越減輕淡薄 你會減輕淡薄的 好 這些是靠聽清無法的思維修 我們現在聽清無法就是在累積思維修 聽得懂嗎 在累積 因為我們累積思維修 我們才做到任元君 觀思音如來跟觀思音菩薩 觀思音菩薩講他的新的報告 說觀思音如來跟我幹嘛 以聞思修怒三謀地 什麼叫三謀地 不著有無二邊 離世距就是三謀地 不是坐在那邊坐很久叫三謀地 聽得懂 那主位 世間哪一個法做得最久 石頭坐得比你久 他們白天夜夜都在坐 聽得懂嗎 你要講說 我打坐水坐得很久 石頭坐得比你久 而且他們沒有時間空間的障礙 你還要分白天才可以坐 晚上才去睡覺 那個石頭都不用 聽得懂嗎 為什麼 那個就是石頭的自信 就是無自信 聽得懂 沒有確定的因緣性 所以叫做無自信 好 休息一下 好 我們看我們的影音版本 第二會 541頁 我們看中間中段 三謀 色 佛祭 無虎無解 何以故呢 以色 佛祭 無有信 故 我們講佛祭是未來 就是你適應的未來 比如說你現在50歲 那你色祭的未來 那你色祭的未來就是51歲 52歲 53歲 都是叫做色的未來的後祭 那所有的這個因緣像 如果你懂我們就不會被綁住 不會被未來的這個色印給綁住 或者已經成為過去的那個前祭 就是已經發生過的那個 我們對他的產生這個執著 不管過去未來乃至現在 其實他都是無虎無解 然後何以故呢 色 佛祭也無所有信 因為色祭未來是無所有信 你也不知道明天你的色印 會遇到什麼因緣像 你也不知道 所以為色佛祭也自信故 然後所以你們一定要記住 我們講自信就是因為無自信才叫自信 不是有另外一個公法修法 叫做我修到自信的境界出來 不是 就是因為無自信 無自信就是無就是不確定的因緣性 很多很多 包括時間空間 都包括很多的 受想行事佛祭無虎無解何以故 以受想行事佛祭無所有信 為受想行事佛祭自信故 如是乃至一切智佛祭無虎無解何以故 以一切智佛祭無所有信 為一切智佛祭自信故 道相之一切相之佛祭無虎無解何以故 以道相之一切相之佛祭 無所有信為道相之一切相之自信故 那所以我們如何去發現 你很容易有自信 因為有自信 第一個你的心情一到順境會快樂 一到逆境會不高興 這個叫有自信的執著 你如果要截觀你自己 我今天坐車子我不管一到任何眼跟一到射程 耳朵一到深層 我很容易被刹腦之間高興不高興 這個叫做有自信的執著 那你們現在要訓練 因為我們聽波羅波羅蜜多 我們就要開始 在行住作物我們都要慢慢回歸 體安然 體安然就是無自信 就是無自信 所以你今天眼睛一定會對外看 然後對外看你一定會看到很多的 你喜歡看的境界或者不喜歡看的境界 這個是我們反乎的現象 那我們心理就會被波動 心理現象被波動 這個就是你有自信 那我們今天聽經文法以後 我們看歸看 只看到什麼 他一定會生妹 他一定會生老病死 他一定會沉住壞空 為什麼都會解釋這個 三大過等 因為他無自信的關係 聽得懂 你可以考考自信 你不相信佛陀講的無自信三個字 你說我一定有自信 那你計畫一下 你有自信在哪裡 有自信在哪裡 你看我以前師傅還沒有出家 上班的時候 我們一個工程一個單位 計畫的很多 都已經講好了 有喔 你的計畫是做這個做這個 可是到了現場 我們都看到很多的無自信 所以你不得不改 所以很多的房子會改很正常 如果不改的話 他就不是世間法 所以世間法一定要改 所以為什麼 無自信 你要接受他 所以你絕對不要再生氣 你知道嗎 你今天怎麼還這樣 因為無自信 所以我就改 所以你一定要接受 你不要去 為了對方改 然後你就有自信的 談義改 稱謂改 愚痴改 我們昨天講好了 你已經是三規五屆 一定要這樣子 我告訴你 你三規五屆的人 你更要接受無自信 聽得懂嗎 你沒有辦法 因為延期都變了 聽得懂嗎 延期變 連你自己也會變 因為你也是 無自信的一分子 你不要忘掉 你不要常常去責備別人 為什麼要改 因為別人要改 因為別人有他的胡思亂想 你為什麼要改 因為你有自己的胡思亂想 所以你也活在無自信裡面 聽得懂嗎 所以我們很容易 叫做有自信 就是很容易 有三獨五蓋的習技發生 那就告訴你這個修行人 不管世眾弟子 你這個修行人 就是因為有自信的執著 所以你就是很容易有五蓋產生 高興不高興 所以我們為什麼經典會告訴你說 我們訓練無自信的那個因緣相 從哪裡去磨練你 是非對錯高低眉醜去訓練 無自信 所以你遇到逆境 你遇到什麼 你只是看到 逆境跟順境的因緣性的變異 你依然存在 也就是說你高興不高興 請問他的變異性有沒有存在 有啊 一樣存在 不是說你今天高興 那個變異性 時間空間跟你停格 讓你一高興 高興聯繫十個小時 有自信 讓你高興十個小時 你看一個人如果 聯繫下十個小時 他受得了嗎 他也受不了 所以他必須要活在無自信 所以佛陀為什麼喚醒 他的經意裡面就喚醒你這個無自信 你不可能生氣 聯繫十個小時 你不可能高興聯繫十個小時 聽得懂嗎 因為會無自信 你的境界會出現 聽得懂嗎 你不可能一輩子都有自信 因為你會受不了 所以佛陀為什麼講 聖聲波羅波羅蜜多 我們現在講這個叫做 聖聲波羅波羅蜜多的法義 就是無自信 聽得懂嗎 所以我們今天會被人家嘲笑 你今天漂亮不漂亮 那就表示我活在無自信 然後人家跟你說漂亮不漂亮 漂亮的時候你心裡不必特別高興 人家說你不漂亮 你不必特別不高興 如果你這兩點做得到 你就活在無自信裡面 這時候你就做到巴風吹不動 聽得懂這意思嗎 所以你們了解波羅法會 波羅法會他並不是有一個功法 他不是像外帆位 外帆位要特別另外定功課 這個叫外帆位 波羅法會不是 波羅法會的功課 都在日常生活所發生的 五印十二路十八階裡面去運作 你要知道你今天讀波羅法會 你要有心理準備 你的功課是什麼 你的功課不是每天在佛堂裡面 待著不出來 沒有 你的功課不是這個 你的功課是無自信的功課 無自信的功課就在日常生活 不管行住座或雨末 然後動靜裡面都含有五印十二路十八階 為什麼 所以我們讀波羅法會 為什麼都要從五印開始 叫你接受無自信 然後所以才無虎無絕 因為你接受無自信 你才不會被綁住 聽得懂你那個觀念 所以你很多的觀念 假如你這個修行人自己節奏 我再重複起那個妄念妄想看不開 就表示我對那個觀念 觀念妄想 我太過於有自信的執著 那個人為什麼講話都沒有聽我的話 讓我生氣的要命 讓我高興的要命 這個叫做有自信的執著 用這樣子 師傅告訴你們這個叫日常生活去用 因為日常生活裡面 我們就有五印十二路十八階在運作 聽得懂嗎 如果你看我現在在講課裡面在聽課 我們的五印十二路十八階無自信 都在隨時間空間而移動而變異 聽得懂嗎 我們都在變異 然後我們在這個變異裡面 不找有邊無邊 這時候你就做到無自信 好 三線 社中 社中記 中記就是現在是 前面後記就是未來 未來嗎 後記是未來 現在中記就是現在 社中記無虎無解何以故 以社中記無所有性 為社中記自信故 受想行事中記無虎無解何以故 以受想行事中記無所有性 為受想行事中記自信故 如是乃至一切自 中記無虎無解何以故 以一切自終記無所有性 為一切自中記自信故 道相知一切相知中記無虎無解何以故 以道相知一切相知中記無所有性 為道相知一切相知中記自信故 去受善見腐白佛言 世尊不請精進為總善根 去不善根 惡有守舍 懈怠真善 隨謀立行 精進為類 失戀惡慧不特切勒 以佛所說 聖聲波羅、菠蘿蜜都十難信解 你看這一段要畫起來 三線根火朵會報 我們的精進 我們當然剛開始 學佛是外環會的精進 這個無可或非 但是我們建議大家 學佛15年、20年以後 你一定要把書讀到初中、高中、大學才對的 你不能一輩子學佛都還在讀小學的課程 的外環會的課程 你要提升出來 因為你的功課就是注重在日常生活 六根六成的節照力的培養 節照力的培養就是聖聲波羅、菠蘿蜜多的培養 所以你要看到這一段 善見腐白佛言世尊 不情精進為總善根 去不善根惡有守舍 因為你看我們一生學佛以來 我們都不想一直提升的精進 都是一直一輩子都停留 你看我遇到很多的學佛 四中地 都一輩子都喜歡停留外環會 你要告訴他提升 他都不願意 外環會一定喜悟哀樂天天都有 然後為什麼 這個叫做不情精進為總善根 沒有種什麼善根 菠蘿菠蘿蜜多的善根 聽得懂 所以既不善根 因為沒有都不善根 就是那個惡法的善根 惡有守舍的時候 因為他沒辦法 周遭旁邊都是外環會的那個道友 聽得懂 他一輩子都外環會的道友 沒有辦法提升 聽得提升 所以以前我在初學的時候 慢慢親近佛法 慢慢理解要提升的時候 我曾經建議一個某某老和尚說 我們應該要更上一層樓台對 然後對方就馬上就變臉了 就已經變臉 沒辦法 所以一輩子就是那個外環會的課程 一輩子外環會的課程 那我們不是世間法讀書都要讀小潔 畢業讀初中國中 國中初中畢業讀高中 其實我們學佛應該要這樣才對 然後有一個學佛 然後誤會了 今天我們學佛法的那個 釋教魔力佛 那個無上正等補體的教育 我們都誤會了 誤會了 所以我們今天學佛 很多歷代祖師 其實都有跟我們講次第 可是我們 後來的這個眾生都不理解他 不理解他 所以朱衛你要記住 惡有色受懸怠真相 隨魔力血 我們都隨了自己的煩惱魔 這個魔就是不是天魔 就是我們個人的煩惱魔 這個自己的執著魔 隨自己的個人的看法 主觀意見的這個魔 這個魔比那個外魔還更嚴重 因為外魔看到你自己的執著那麼強 他根本不需要來擾亂你 因為你就是我的魔子魔孫 我還來擾亂你幹嘛 不需要 因為我來擾亂你 你反而會警惕 以後要放下執著 你放下執著我這個 這個魔子魔孫就缺少了 聽得懂 所以說隨魔力血 精進為列 然後思念惡慧 你看我們會失去正念 尤其思念惡慧 我們錯誤的見解 錯誤的觀念 然後教導信眾 永遠一輩子都停頓到那個 這個都叫惡慧 惡慧的 所以思念惡慧不特切勒 就是我見 不特切勢都生見我見 以佛所說聖聲波羅波羅密多 思難信解 所以他對波羅波羅密多 他就沒有辦法信解 沒有辦法 佛眼善現如是如是 如如所說 你看佛頭跟善現印證 確實就是 如你今天早有的眾生不想進步 就是被自己的謀所限 因為他本身不想精進的話 他本身就是謀的一份子 不是那個外謀來找你 你本身就是那個謀的一份子 那個謀還來找你幹嘛 你就跟我感覺 我再來找你 不用吧 聽得懂嗎 所以才說佛眼善現 如是如是 如如所說 不情精進 為種善根 去不善根 你看 我們不情精進 只要說我安分就可以了 然後今天如果像希達多太子 那時候六年苦行都很 都已經說在印度用功修行 都已經很低名了 都很高竿了 然後他不求精進的話 我們今天誰可以看到 波羅波羅密多多佛法 我們沒有一個人可以看得到 好在希達多太子沒有慢心 不然我們就自滿了 像我們反而就很容易自滿了 聽得懂 然後就反正我已經 在印度當時私主帝來講 我已經是高手當中的高手 頂驚高手了 那我還要再努力學習幹嘛 如果當時希達多太子 這麼想的話 我們今天看不到佛法 真的看不到佛法 我們漢傳的子弟最多你想要修 你可能只有學習那個道家 就是李洞斌 那個八仙這一派的功法而已 才八仙 你如果今天想要有智慧 看懂道德經或者莊子 逍遙有這些的篇 你可能都看不懂 百分之百你都看不懂 好 所以如如所說 不情精進為總善根 聚不善根 惡有所設 因為你惡有就是只有的人 只有的眾生 一直一輩子叫你只有只有 然後呢 懈戴真上隨謀利行 精進偽淚思念惡惠普特切勒 你就是一直失去正念 所以你就是惡惠錯誤的見解 用我知我見 然後來普特切勒 普特切勒就是身見 就是我見的意思 以我所說聖身波羅波羅密多 十難信解 所以這一類的眾生 你要叫他來了解聖身波羅密多 他當然信不下去 因為他要相信波羅波羅密多 我剛才講 除非我們讀波羅波羅密多 你要有心理準備 什麼準備 我知身見要準備放下 你才有辦法 跟聖身波羅波羅密多相應 不然沒有辦法 因為聖身波羅波羅密多 他是觀念的那個吸收 解套你的持久的觀念 他並不是外玩味的功法 聽得懂嗎 所以我們從第一會到第十六會 從來沒有看到說佛陀又告訴我們這些 實行波羅波羅密多 你每天把聖身波羅波羅密多練一萬遍 都沒有這種四柱遊戲的 聽得懂你要記住 你要理解波羅波羅密多 就是靠覺察力 理解力的 思維修來進步 而不是在停留外玩味 那個數字遊戲的 聽得懂 因為你要成等症結 你不是以前都有在佛前 不管那時候初學了解佛法 或者不了解佛法 但是畢竟還是已經發炎了 你看護法他已經告訴我 他都發那個四弘試驗了 聽得懂 所以他一定要準備度化我 你們這些陳居士也都一樣 你要度化我 因為你們都發四弘試驗 師父我那時候發四弘試驗 我根本搞不清楚 搞不清楚也沒關係 但是已經種善根下去了 那個善根種子已經種下去了 好 以我所說聖身波羅波羅密多 十難信者 所以則何善現 色清淨及果清淨 果清淨及色清淨 是色清淨與果清淨無惡無別 無壞無斷 你要記住 我們講色印下面五印都一樣 以色法來講 色假如我們不執著 是不是色就清淨 色本來就是清淨 色沒有分什麼 但是因為我們 逗入了那個邪之邪進的教育 我們對那個眼跟手看的那個色法的進去 我們馬上那個習氣就出來了 那個人漂亮不漂亮 那個人莊嚴不莊嚴 你看我們習氣就出來 所以我們現在讀 了解波羅密多 就是要截觀 那個習氣不能讓他起來 要記住我們的功課現在要注重這個叫做 截查力的思維修 你注重要注重這個了 因為你不能再注重那個外環圍的數量 那個遊戲不能再注重那個 好 因為那種我們已經經過了就可以了 小學畢業經過就好了 不用每天讀到大學還在讀那個小學的課程 讀不完 你要提升起來了 好 所以所以則何善現 色清淨及果清淨 果清淨及色清淨 是色清淨與果清淨 無惡無別 無壞無斷 好下面也一樣喔 受想形式講我們的 色印是生理現象 受想形式是心理現象 然後呢 受想形式清淨及果清淨 如果你在這個五印的運作 不主動指我的習氣 不要讓它起來 你當下五印都清淨 聽得到五印都清淨 五印清淨就是果清淨 果清淨及受想形式清淨 是受想形式清淨 與果清淨無惡無北無壞無斷 如是一切 然後累積中間都一樣喔 如是乃至一切不上謀煞行清淨 及果清淨 果清淨及一切不上謀煞行清淨 是一切不上謀煞行清淨 與果清淨 無惡無北無壞無斷 諸佛無上正等 菩提清淨及果清淨 果清淨及諸佛無上正等 菩提清淨 是諸佛無上正等菩提清淨 與果清淨 無惡無北無壞無斷 好 互至善現 色清淨及波羅波羅密多清淨 所以諸佛羅波羅密多在哪裡 就在五印 其中五印清淨就等於叫做波羅波密多 所以波羅波密多不是公法 聽得懂 他當下 他超越時間 空間 要記住喔 當下就叫波羅波密多 就是清淨 那你今天眼睛看色塵 都截至自己沒有在 眼睛看色塵 沒有在被你的這個習氣所騙 以前我們沒有讀波羅法會 我們很容易眼睛看色塵 那個人莊嚴不莊嚴 那個人位移好不好 我們馬上習氣就答案告訴你 在你的腦筋的妄念裡面 聽得懂這些 你讀波羅法會這些都要改掉 你只看到陰影像在發生 在陰影像的發生 那當然不能再找兩邊 漂亮不漂亮這個就是找兩邊 好看不好看就是找兩邊 你這個都不行了 你要靠你的節知 節奏你有沒有找兩邊 這個功課你要自己做 沒有人有辦法替你做 阿彌陀佛觀心菩薩 釋迦牟尼佛沒有辦法替你做 他只能替你 你不懂我教育你給你聽而已 但是做還是你要自己去做 做就是實修實踐 聽得懂 實踐實修 靠當下是什麼課整 就是節奏力 所以我們為什麼佛叫做什麼 自解 解他 解醒也滿 都是靠這個節知 所以建議大家讀波羅法會 你們的節知安住 安住在什麼 安住在波羅波羅密多的水平 也就是你的節 要提升起來 我們剛開始寫佛 我們的節 就是外環位 就是說我們世俗地 辟語 我們讀小學六年 那時候我們的程度 就是小學六年的節 可是你現在讀到初中國中 你的節要提升到初中國中的節 我用這樣辟語你就比較懂了 然後我們慢慢進入大學說是博士 你的節就要漸漸提升 這樣聽得懂這意思嗎 那我們現在學佛法也是一樣 也就是說我們從 五年 十年 十五年 二十年 我們的節 就隨著你學建議文法 你的節一直提升到 學佛的前五年 然後漸漸提升 再加五年 再漸漸提升 你的節字再加五年 就十五年了 你的節要越來越提升 然後以後做到等症節 什麼叫等症節 就是六根一到六根 平等的節字 你不著有邊無邊 你當下安住清淨平等心 這個叫做節省也蠻 聽得懂 這個節並不是只有成佛的人的特遣 沒有 是你今天要被自我教育 凡你想要成本症節 你不能離開這個節字 然後你要做到無上正本症節 聽得懂 釋迦牟尼佛 十方諸佛 他們已經做到成本症節 所以成本症節 你如果一邊要來講 是果味也可以 可是他也是在告訴你 每一個人都可以做到成本症節 只是說你願不願意教育 你自己二六十中 都安住等症節的水平 如果二六十中 你都安住等症節的時間的等症節 空間的等症節 我們講時間空間是說 時間裡面所發生的這個因緣像 講空間的意思是說 在空間裡面所發生的因緣像 聽得懂嗎 那我們都安住等症節 症節什麼 你不找有邊無邊的直取 如果你看到你自己不找有邊無邊的直取 那你就做到無上正等症節 所以無上正等症節 成佛了你要成佛 你必須做到這種水平 無上正等症節 聽得懂這一次嗎 那我們現在要訓練等症節 我們先從點線面開始做 先從點 先從點 什麼點的訓練 眼睛手對的射程這個點先訓練 以後再慢慢舉一反三 有點現層面 耳朵聽深層的這種節 我要把它做到 這樣聽得懂這意思嗎 所以才說 色清淨即波羅波羅密多清淨 波羅波羅密多即色清淨 也就是什麼叫波羅波羅密多 就五印 是色清淨與波羅波羅密多清淨 無惡無北無壞無斷受想形式清淨 即亞波羅波羅密多清淨 波羅波羅密多清淨即受想形式清淨 所以也是要告訴大家 波羅波羅密多的功課是什麼 五印十二度十八戒 這個就是波羅波羅密多的功課 我們波羅波羅密多的功課 已經不是在 還在教育你外環位小學生一樣 一天這個字要抄 你回去要練習五十遍 寫五十遍一百遍 以前我們都讀過小學 所以我們要按部做班 這個字你不懂 你回去老師 你這個字回去跟我寫五十遍 這樣過程我們有沒有建立過 有啊 現在還需要嗎 不需要 因為過去了不可得 你已經進步了 所以不需要了 所以你一定要把以前的小學的課程放掉 你今天才有辦法讀初中 國中 高中 我們今天邪佛一樣 我們剛開始外環位 所以我會崇拜感應神通 這很正常的現象 那我現在已經從邪佛的感應神通的那種追求 到後來自己會審查自己 會審核自己 都了不可得 好 了不可得我接受 我慢慢改善放掉 我就不會 在學佛已經經過二十年 我還在停留感應道教 我不會了 因為我要的是什麼 自解解他 覺醒也滿 的提升 聽了就不一樣了 所以諸位我們今天學習佛法 就是如何天津文化以後 教育你自己成長 教育你自己成長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不注重外 我們進步外環位 所以我們現在要進入內環位 用功乃至建法 建到位的修行 那我們就要開始做什麼 做五印皆空的事情 聽得懂嗎 二六十中 行住中 都在做五印皆空的事情 因為只有做五印皆空 你們的一切骨厄才度化得了 外環位的所有功課 無法解決你的一切骨厄 所以記住 那是重上根 聽得懂嗎 所以你今天要進步 麻煩你們 教育你自己 現在你們這個程度 可以要做五印皆空的功課 成績是你不要再問我 你今天有拜佛嗎 不要再問這個了 你應該要問什麼 你今天有沒有節之五印 聽得懂 你現在要問這個了 聽得懂 因為你已經學佛二十年三十年了 你不能再停留在那個數字的遊戲 不然你一輩子就是學佛就是外環位 當然我們不是說外環位是錯誤 但是你要想 你要栽培你成等症節 還要花多少多久時間空間 可是我們是知識分子 凡有讀書過的人 我們都把它叫知識分子 你今天學佛以後 你要想辦法教育你成長 成長什麼 五印是親近的 你看這裡 五印親近就等於 所以菠蘿菠蘿菠蘿密多 所以菠蘿菠蘿密多答案是什麼 五印親近 菠蘿菠蘿密多不是叫做什麼境界 可以讓你有所得有所求 可看可見可聽可聞 沒有 他都在叫你幹嘛 不可得 菠蘿菠蘿密多教育你不可得 你今天才有辦法整本症節 所以是受想形式親近 以菠蘿菠蘿密多親近 無二無北無壞無段 如是乃至一切至親近 即菠蘿菠蘿密多親近 菠蘿菠蘿密多親近 即一切至親近 是一切至親近 以菠蘿菠蘿密多親近 無二無北無壞無段 道向至一切向至親近 即菠蘿菠蘿密多親近 菠蘿菠蘿密多親近 即道向至一切向至親近 是道向至一切向至親近 以菠蘿菠蘿密多親近 無二無北無壞無段 乎至三線 色親近即一切至至親近 你看一個色印親近 就代表一切至至 所以主要你假如把五印做好 他相對的那個十二六十八界 都一起親近 聽得懂這意思嗎 都一起親近的 你不用懷疑 你看我們光一個色印 你看你的色印 你就包括了前五根都叫色印 言而鼻舌身 是不是都叫色印 色印親近就等於你的 言而鼻舌身都親近 聽得懂嗎 那你如果再來講 後面的那個心裡的那個四種印 受想形式 那你受想形式親近 你的一頁一根就親近 反過來你的一頁一根親近 就表示你的適應親近 這樣聽得懂的意思 因為他們都相關聯的 所以才會講說 複製三間 色精近及一切自製親近 因為所謂一切自製的功課 就是不能離開五印十二路十八界 十八不共法 然後十八空 這些都叫一切自製的範圍 然後一切自製親近 即色親近 色色親近 以一切自製親近 無二無北無壞無斷 受想形式親近 即一切自製親近 一切自製親近 一切自製親近 即受想 因為一切自製 他不能離開五印十二路十八界 這個叫一切的範圍 這樣聽得懂 所以叫五印親近 即一切自製 一切自親近 就是這樣解釋 所以 五二無北無壞無斷 如是乃至 一切自製親近 即一切自製親近 一切自製親近 一切自製親近 即一切自製親近 即一切自製親近 以一切自製親近 因為一切自跟一切自製 是無二無北的 因為一切自製要圓滿 要從一切自去栽培 一切自的功課是什麼 就前面講的五印十二路 乃至十八不共法 乃至十八空 這個都是一切自的功課 好 五二無北無壞無斷 道向自一切向自 親近 然後 即一切自製親近 一切自製親近 即道向自一切向自親近 是道向自一切向自親近 以一切自製親近 五二無北無壞無斷 互至善限 不二親近即色親近 不二就是不著二邊 不著二邊親近 就等於五印都親近了 所以你們現在要教育你 盡量結照你 會不會著有邊無邊 如果你找有邊無邊的時間空間的比例 越減低減少的話 你就越接近不二 兩個字 不二就是不著二邊 所以叫不二 這個不不是推翻的意思 你如果把這個不二是推翻二 這個你就墮入斷見空間 就是找斷見邊跟空間邊 所以這個不二是不著二邊 因為不著二邊 我們上一節課就有跟告訴主委 什麼叫做找二邊 很容易群序的波動 高興不高興 這個就找二邊 很容易六根一到六層 看人家滿意不滿意 滿意不滿意找二邊 聽得懂嗎 我們六根一到六層 內心產生喜歡不喜歡找二邊 聽得懂都叫做找二邊 可是我們今天用功修行 就是要從這邊做下手處提升 要記住 所以我們要一直借用結照力 來幫你成就 結照力幫你幹嘛 你有沒有著惡或者著不惡 要懂喔 好 所以 不惡清淨及色清淨 然後呢色清淨及不惡心淨 是不惡清淨與色清淨 無惡無北無壞無斷 不惡清淨及受想形式清淨 因為受想形式是心理 可是這個心理的受想形式 要日常生活怎麼磨練 在打坐裡面去看你的內心的 因為受想形式清淨的變異 來磨練 你有沒有做到不惡 因為受想形式都是屬於心理的 聽得懂嗎 都是 你這個心理的結照要靠什麼 要靠日常生活找時間去打坐 看你的心理現象 那個妄念波動的起伏 因為妄念的波動的起伏 都是屬於適應裡面的範圍 所以你 我師父現在講這一句話 你提醒你 你今天起心動念的 高興不高興的那個心理現象 是從適應而來 響應而來 行應而來還是適應而來 這個就是很微觀 我們環複 我們世間學有講微觀跟宏觀 那我們現在打坐是微觀的修練 那我們下坐是宏觀的訓練 聽得懂嗎 是宏觀的訓練 所以你今天就是要去理解 為什麼佛陀講 我這個無應可以做到不惡清淨 是不惡清淨即是受想形式清淨 然後是無惡無北無壞無斷 如是乃至不惡清淨即一切至清淨 那下面中間我們就不寫了 因為你總當就是在編你不惡清淨 然後不惡清淨就是騙一切法 騙一切法 五音的法 十二路十八屆六大的法 都要做到不惡 所以我們建議 日常生活 你的家裡跟你考核 因為你已經聽清文法 聽波羅波羅密多羅法 任何一個因緣相的行入之後 遇到你訓練解觀 有沒有做到不惡兩個字 聽得懂 不找惡邊 不惡就是訓練你有沒有不找惡邊 你也會不會習氣再起來 幫人家做法會的佛式 看到那個逆境順境 你會不會很容易高興不高興 如果很容易高興不高興就是有惡 你看 一般人沒有聽波羅法會 無可或或或會會著相 那你現在已經讀波羅法會 你要把那個著 有邊無邊那個比例的 要慢慢減低一點 這時候我們才叫做 你讀聖真波羅波羅密多有相應 聽得懂 假如你讀了波羅法會 然後遇到了那個境界 那個很容易又有 找有邊無邊那個情緒作用 那我們讀波羅法會好像 不曉得讀給誰聽 師父 我是討過佛頭聽 因為他已經內盤三千多人 他不記得 我說我在討過你 所以我們都在佛前聽 不是給自己聽 不是給自己聽 這種心態是什麼 就是外反會的心態 聽得懂 我們要進入內防衛 是讀給自己 截觀自己聽 有沒有文思修 我們要這樣子才對 所以才說 然後呢 如是乃至不惡親近 以一切志親近 一切志親近 即不惡親近 是不惡親近 以一切志親近 無惡無北無壞無斷 不惡親近即道相志 一切相志親近 道相志一切相志親近 乃至知者見者 即不惡親近 所有的法都可以摘別你不惡 只是你要不要 注重截察力 來訓練 要不要做到無惡而已 所以是不惡親近即 以道相志 一切相志親近 無北無壞無端 不知善現 我有情乃至知者見者 親近即色親近 我們前面已經有把這個 我有情乃至知者見者 這些名相有解釋過了 然後見者親近即 那個色親近 色親近即我有情 然後乃至知者見者親近 是我有情 乃至知者見者親近 以色親近 無惡無亂 這個見親近 就是我們主觀觀念的見解 這叫見 聽得懂嗎 見得 我有情乃至知者見者親近 即受想行事親近 受想行事親近即我親近 即我有情乃至知者見者親近 是我有情乃至知者見者親近 以受想行事親近 無惡無別無壞無斷 如是乃至我有情乃至知者見者親近 即一切自親近 也就是說 我都無印的極間的友情 跟五印十六十八戒都一樣 都叫親近 一切自親近 即我有情乃至知者見者親近 是我有情乃至知者見者親近 以一切自親近 無惡無別無壞無斷 我有情乃至知者見者親近 即道相知一切相知親近 道相知一切相知親近 即我有情乃至知者見者親近 是我有情乃至知者見者親近 是我有情乃至知者見者親近 以道相知一切相知 無惡無別無壞無斷 我拿四足利當屁 我們從出生 然後一直讀書小學 初中 國中 高中 請問你有沒有想一下 從出生以後 到你已經讀大學畢業 已經成家立業 有因緣成家立業 請問在這個構成當中 我們有哪一位有情重生 離開五印十二六十八屆 我們都沒有離開 我們從出生到你現在六七十歲 我們沒有一分一秒離開五印十二六十八屆 所以我們的做功課要提升到 五印十二六十八屆的解察力的應用 因為你二六十中沒有離開五印十二六十八屆 所以你的課程 就要在五印十二十八屆裡面 更用心的投入進步 因為只有五印皆空 才有辦法業度一切苦惡 只有十二路皆空 十八屆皆空 六大皆空才有辦法業度十你的苦惡 聽得懂 不是用逃避才有辦法 然後業度一切苦惡沒有用的 聽得懂 你一定要有這樣的解察力 為什麼解察力 解察你的五印有沒有只有邊無邊 解察你的十二六十八屆有沒有直走有邊無邊 而看不開放不下 而很濃郁 情緒作用 反正情緒作用起來一定找有邊 就不用再問別人了 好 所以互刺善限 貪症痴親近 極色親近 本來貪症痴 這三毒是不好 但是假如你不找 你就變成無貪 無痴 無痴 聽得懂 所以貪症痴會產生貪症痴是因為你找 你今天才有貪症痴 假如你發現了有貪症痴的因緣相起來 你不找 這時候你當下三毒就親近 但是因為我們找以後就不親近了 所以你看我們連父面的心理現象 佛陀也說原來是親近 結果我們一找 逆的境界一找也叫不親近 聖的精近一找也叫不親近 這樣聽得懂 就是無貪 無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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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疑 你一找他 你也叫不親近 聽得懂 可是三毒蓋起來 你不找他的話 你當下也叫親近 你看 好 所以我們讀波羅法會 任何一個法的教育 不再教外玩味的對立法 當我貪心起來 我用那個不敬觀 當我那個稱慰心起來 我用慈悲觀 我們現在進入波羅法會 不再用這些了 聽得懂 那是外反味的時候 我們才跟他講這個 依戀很重 我們用不敬觀 久想不敬觀 如果脾氣不好 我們用慈悲觀 慈心觀 聽得懂嗎 然後善現 貪嗔痴親近及色親近 色親近及貪嗔痴親近 貪嗔痴親近與色親近 無二無北無壞無斷 貪嗔痴親近及受想形式親近 受想形式親近及貪嗔痴親近 是貪嗔痴親近與受想形式親近 無二無北無壞無斷乃至 如是乃至貪嗔痴親近及一切痴親近 然後一切痴親近及貪嗔痴親近 是貪嗔痴親近與一切痴親近 無二無北無壞無斷 貪嗔痴親近及到相至一切相至親近 到相至一切相至親近及貪嗔痴親近 是貪嗔痴親近與到相至一切相至親近 無二無北無壞無斷 所以諸位要記住 你在寫火的重點是什麼 三獨五蓋改過來 親近就一切痴親近 乃至一切相至到相至一切痴都親近 聽得懂 所以諸位你們在修行的過程當中 現在要提升注重截肢 六根一到六層 我會不會很容易沾染那個三獨五蓋的吸氣 你現在要進步要進步到截關到這個程度 聽得懂 所以護次善限 諸親近故受親近 受親近及諸親近 是諸親近 以受親近 無二無北無壞無斷 如是受親近是想親近 想親近是故行親近 為什麼現在 因為前面已經講諸 現在要講受想行事 聽得懂受想行事 所以想親近故行親近 行親近故事親近 這個下面會讀這些親近 就是以此類推 以此類推 因為五印就是等於一切法 一切法就等於五印 所以行親近故事親近 事親近故遠處乃至 異處親近 異處親近 異處親近故社處乃至法處親近 法處親近故 遠界乃至異界親近 異界親近 異界親近故社界乃至法界親近 異界親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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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異界親近故遠處ney處親近 異處親近 異處親近故遠處 異遠所身諸受親近 異處為遠所身諸受親近 異處為遠所身諸受親近 異處為遠所身諸受親近故 異名乃至勞死囚嘗 難秋 dissol看 但悠苦悠惱親近 故菠蘿菠蘿蜜多乃至 布施菠蘿菠蘿蜜多親近 布施菠蘿蜜多親近 故內空乃至無性自信公親近 無性自信公親近 故四念柱乃至八生道之親近 八生道之親近 故輾轉乃至佛實力 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親近 十八佛不共法 親近故一切自親近 一切自親近故道向自親近 道向自親近故一切相自親近 一切相自親近故道向自親近 是道向自親近 一切相自親近 無二無北無壞無斷 護至善見 菠蘿菠蘿蜜多親近故色親近 一切自自親近 因為一切自自就是等於菠蘿菠蘿蜜多 五印也是等於菠蘿菠蘿蜜多 若色精近 若一切自自親近 無二無北無壞無斷廣收 乃至菠蘿菠蘿蜜多親近 故一切相自親近 一切相自親近 故一切自自親近 若菠蘿菠蘿蜜多親近 若一切相自親近 無二無北無壞無斷 如是乃至菠蘿蜜多親近故色親近 色親近故一切自自親近 若菠蘿菠蘿蜜多親近 若色親近 若一切自自親近 無二無北無壞無斷廣收乃至菠蘿蜜多親近 故一切相自親近 一切相自親近 故一切自自親近 若菠蘿菠蘿蜜多親近 若一切相自親近 若一切自自親近 無二無北無壞無斷 好 我們讀了那麼多的親近裡面可能會比較沒有辦法理解 我用我們肉體 假如我們的五印十二路 你像我的肉體我們現在適應 那我現在適應因為透過聽聞聖針波羅波羅蜜多 所以我的適應如果我已經不找二邊而成就了 是不是會帶動我的受想形式一樣親近 我們現在讀的這個意思就是這個意思 那我如果在用功的當中不注重適應的用功 我用受孕 可是主委你要記住 你的受孕的那個發生作用有沒有離開我們的頭跟腳沒有 所以我的適應親近就等於一切法都親近 所以我們讀波羅你不要弄亂的 他不會弄亂 只是我們有沒有理解 所以我就用這樣的屁 所以你今天你的眼根看射疹親近 就等於耳根聽那個深疹親近 為什麼要這樣解釋呢 因為眼根看射疹的親近 你的主體是什麼 你的主體就是因為我已經從眼根去射疹 我的主體被教育我這個修行人不只走二邊親近 我不只走二邊親近 所以我不只走二邊親近的總綱 我抓到以後 我就把它發揮作用在言而彼此生意 這樣聽得懂嗎 所以除了你們讀波羅法會 不用懷疑 怎麼這個親近就等於那個親近 那個親近就等於那個親近 因為你要自治 你今天眼根看射疹之所以會親近 是所有親近的那個根源是從哪裡 而造就眼根看射疹親近 因為你從教育波羅波羅 聽聞波羅波羅密多被教育成功以後 你的總綱的根本觀念 正念正知抓到了親近 就等於六根一到六成都親近 這樣懂嗎 就是這個意思 然後以此類推 因為我的肉體包含一切法 包含五印十二路十八界 乃至包含所謂十八不共法 包含一切智 道相智 一切相智 一切智智 我的肉體喔 所以你的肉體就是一切智智的總和 所以你的肉體如果總綱了解它親近 就等於五印親近就等於一切智智的親近 聽得懂嗎 就等於 所以才叫做一門禁物 所謂我們佛法講一門深入 是在講我們的這個十八界加七大的一門 而不是在講我們現在謊間所講的禁讀法門叫一門 禪宗叫一門 密宗叫一門 我們不是 我們是講楞元經的這個其中一門 楞元經其中一門就是我們現在讀大波羅經所說的 聽得懂嗎 因為你的眼根有沒有離開肉體 沒有 那你眼根的那個被教育 從眼根看射程被教育 不執著那個主體的那個正念政治建立起來 是不是會帶動眼根聽到深層 都一樣親近了 聽得懂 因為你從那根門被教育 一法等於諸法的親近 你做到 所以包括耳根 鼻根 舌根 深根都親近 這樣懂這個意思嗎 所以我們讀波羅法位 你把這個總體的那個重點抓住就可以了 聽得懂嗎 因為你的肉體具備五印到一切自制的法 聽得懂 你具備喔 你的肉體也具備十八不共法 也具備十八空 都在你的肉體裡面用功 只不過你這個眾生的根基 你喜歡用哪一個門切入 來幫助你親近 你如果親近了 就等於其他的門都親近 這樣聽得懂這一次嗎 所以我們楞元經講的一門深入是在講這個 是在講這個 是在講你要不要從五印的其中的一個色印的門 受印的門 響印的門 或者我們從十八屆裡面其中的一門進去以後 你栽培那一門栽培你到哪裡成就 五二五百的程度 那就等於極反三 一切法都親近 是這樣的解釋 三線 內空親近故即色親近 現在講內空 這十八空或是二十空 即色親近 因為內空本來就不能離開色法 也不能離開受印 響印 行印 適印 所以色親近即一切自制親近 如果內空親近即肉色親近 然後肉一切自制親近 無二無北無壞無斷廣收乃至內空親近 故一切相自親近 一切相自親近 故一切自制親近 若內空親近若一切相自親近 若色親近 若一切自制親近 無二無北無壞無斷廣收乃至無性自性空之近 一切相自親近 一切相自親近故一切相自親近 若自無性自性空親近 若一切相自親近 若一切自自親近 無二無北無壞無斷 那下面會有什麼都要從物來讀誦 就是說每一個眾生 他要幫助他自己的那個親近 他的訊息不一樣 比如說我講世間的例子 我今天要培養我大學畢業 可是我大學畢業 我不需要大家同樣讀那個課 我可以讀醫學院 可以讀工學院 可以讀法學院 可以讀文學院 可是我一樣大學畢業 我這樣例子你聽得懂嗎 所以我只要我喜歡那個科 讓我大學畢業 我畢業證書就拿到了 我不需要全部學 今天我們讀波羅法會也是一樣 你假如五印的色印幫你親近 那就等於內空十八部共法都親近 都解脫了 這樣懂得這個意思嗎 所以你們看波羅法會不要複雜話 怎麼要學這麼多 怎麼要學那麼多 不是 是因為每一個人 他幫助他自己大學畢業的 那個課程觀念不一樣 但是你也讀大學 不管你讀工學院醫學院文學院法學院 你畢業我就拿 我就送給你畢業證書 你就叫畢業 這樣懂不懂 所以我的畢業 不一定要跟別人一樣畫葫蘆一樣 不需要 我們讀波羅法會一樣 你要讓你親近 只要有一科 你從色印 受印 響印 乃至 十八空 裡面的一個課 一個功課你親近 就等於其他的都會全部親 就親近 圓滿 這樣懂不懂 所以你們讀波羅法會不要自己打架 讀波羅法會 五印練完還要練十二路 十二路練習成功還要十八戒 沒有啦 聽得懂 只是說每一個人的興趣 他喜歡 你看我們任元經就講二十五個法門 就是這些 所以歐羅漢跟菩薩摩薩 他幫助他成等症結 有一些人要用哪一個進去 就幫他成等症結 有一些人要用地大 水大 佛大 某一科來幫他那個成等症結 這樣就叫等於成等症結 這樣聽得懂嗎 好 然後呢 若色清淨 若一切自治清淨 無二 無北 無壞 無斷廣收乃至 無性自信空清淨 一切向自清淨 一切向自清淨 故一切自治清淨 你看一切自清淨 然後呢 也帶動一切自治都清淨 若無性自信空清淨 若一切自清淨 若一切自治清淨 無二 無北 無壞 無斷 善現 四念柱清淨 故色清淨 理解到三十七道平四念柱清淨 就是等於色清淨了 色清淨故一切自治清淨 若四念柱清淨 若色清淨 若一切自治清淨 然後我的四念柱 我不管用深受心法 其中的一個法 我把它清淨就等於色清淨 那色清淨就等於一切自治清淨 然後是無二 無北 無壞 無斷 所以大家在學 學某某某某某某你們不要緊張 要學那麼多法 沒有啦 只要一法其中一個點清淨的帶動 一切都圓滿及格清淨 所以說 無二 無北 無壞 無斷 廣說 乃至四念柱清淨 故一切向自清淨 一切向自清淨 故一切自治清淨 若四念柱清淨 若一切向自清淨 若一切自治清淨 無二 無北 無壞 無斷 乃至八聖道之清淨 故色清淨 色清淨 顧一切自治清淨 你看我從八聖道下手 然後從八聖道下手讓我的色清淨 那我的色清淨就等於一切自治清淨 所以若八聖道之清淨 若色清淨 若八聖道 色 還有一切自治清淨 他們原來都是無二 無北 無壞 無斷 聽得懂嗎 也就是說當我從眼睛看色整 而得到清淨心 請問你的肉敵 難道只有眼根嗎 沒有 你還有耳根 鼻根 舌根 聲根 所以你帶動用眼根來讓你不找一切法清淨以後 就等待動從頭到腳一切的法都清淨 這樣聽得懂這意思嗎 所以你不必 你要訓練那個不止走 你不需要今天用眼根看色整來訓練 明天用耳根用深整來訓練 你不需要 聽得懂 你只要其中的一個門的切入 跟你的六根或者六整或者六四 這個就十八戒的十八個法門 再加七個法門 七大 你用其中的一個 如果他清淨 就等待動所有的一門清淨 帶動其他二十四個門都清淨 聽得懂 也就是說當我自我栽培 不分焙心的話 那我的分焙心的根本要件做到的時候 那我的不分焙心應用在我的功能作用 眼睛看色整 耳朵聽深整 那我是不是都一樣清淨 這樣聽得懂這意思嗎 也就是說我的本 從下手處 從某一個法門 帶動我的身心清淨 我做到 然後我身心去以此類推 也延續到我的六根十八戒都清淨 所以諸位你們不用擔心 說二十五個法門都要修嗎 不需要 只是從你的訓趣 諸位大學畢業 難道每一個科系你都要修嗎 不需要 聽得懂嗎 你要全部都修 你這一生 活到八十歲你都還修不完 文學院讀完 文學院裡面又有細微的科系 你要把文學院全部把它修完 英文 日文 語文 西班牙 德文 你都要修完 那我看你都 聽得懂 你只要那個其中的一個中文 四年畢業 我大學畢業證書拿到就好 我英文系 我畢業我就拿到八 畢業 我們也說你畢業 聽得懂嗎 一樣的 所以大家不用害怕 讀大部分 要讀那麼 什麼都要歷練 不是 因為一法裡面 它跟所有法是通達的 聽得懂 它跟所有法都通達的 所以廣說乃之 八生道之清淨故 一切向自清淨 故一切自自清淨 若八生道之清淨 若一切向自清淨 若一切自自清淨 無二無北無壞無斷 善現如是乃至如來實力 清淨故色清淨 我現在慢慢提升 我們現在講到 如來實力的清淨 色清淨故一切自自清淨 如來實力 五百四十六月 若如來實力清淨 若色清淨 若一切自自清淨 無二無北 無壞無斷 廣收乃至 如來實力清淨 故一切向自清淨 一切向自清淨 故一切自自清淨 若如來實力清淨 若一切向自清淨 若一切自自清淨 無二無北無壞無斷 如是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清淨 故色清淨 色清淨故一切自自清淨 若十八不共法清淨 若色清淨 若一切自自清淨 無二無北無壞無斷 所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清淨 故一切向自清淨 一切向自清淨 故一切自自清淨 若十八佛不共法清淨 若一切向自清淨 若一切自自清淨 無二無北無壞無斷 三線 若一切自清淨故色清淨 色清淨故一切自自清淨 若一切自清淨 若一切自自清淨 無二無北無壞無斷 廣說乃至一切自清淨 故一切向自清淨 一切向自清淨 故一切自自清淨 若一切自自清淨 若一切向自清淨 若一切向自清淨 若一切自自清淨 無二無北無壞無斷 如是乃至一切向自清淨 故色清淨 色清淨故一切自自清淨 若一切相智清淨 若色清淨 若一切自治清淨 无二无北无坏无断光 所乃至一切相智清淨 故道相智清淨 道相智清淨 故一切相 一切自治清淨 若道相智清淨 若一切自治清淨 无二无北无坏无断 一切自治清淨 故色清淨 色清淨 故波罗波罗密多清淨 若一切自治清淨 若色清淨 若波罗波罗密多清淨 你看这个三方面 一切自治清淨 色清淨 波罗波密多清淨 然后他们都是无二无北 无二无北 无二无北 所以才说 无二无北无坏无断光 说乃至一切自治清淨 一切相智清淨 一切相智清淨 故波罗波罗密多清淨 若一切自治清淨 若一切相智清淨 若波罗波罗密多清淨 若波罗波罗密多清淨 无二无北无坏无断 如是乃至一切自治清淨 故色清淨 色清淨 故一切相智清淨 若一切自治清淨 若赦清淨 若一切相智清淨 畚一切相智清淨 无二无北 无坏无断 光说乃至一切自治清淨 故到向智清淨 到向智清淨 故一切相智清淨 若一切自治清淨 若到向智清淨 若一切相智清淨 無二無北無壞無斷 其中一一所有文句皆因列前次第廣說 也就是說下面他不再多說了 就是說已經舉例一切智到相智 一切相智一切智智都一樣 假如有一個點清淨就帶動清淨 也就是說我們色身的六根當中 你用某一根來讓你不會幾分白心 然後就帶動一切都不起分白心了 這樣聽得懂這意思嗎 就是這樣 複製善限 有為親近故 無為親近 有為親近故 無為親近 若有為親近 若有為親近 若無為親近 無二無北無壞無斷 我們要把這個有為跟無為解釋一下 凡有為就是有計畫 有目標 有起心動力 然後我們還左上親近法 所以我得到有為親近 這個是 那無為就是不經意的 不經過那個手段 我看到就做 這個叫做無為 比如說我今天看到這個桌子張 我就去拿末布把桌子擦 這個叫做無為 聽得懂嗎 叫無為 假如我有計畫 特別說我們要把教室打掃親近 這個叫有為 聽得懂 無為的訓練就是說 我眼睛看到耳朵聽到 我看到我就去做 因為我看到他的原起法 這個桌子張了 我就去拿某布擦 這個叫無為 所以無為跟有為的解釋 有為是說 有計畫 有思考 有設計 然後我還是把它做到親近 這個叫有為親近 那無為 就是我不經過籌畫 我眼睛看到耳朵聽到 鼻子嗅到 我馬上就去把它做到親近 這個叫無為 聽了 所以有為無為都沒有離開生口一三月 聽得懂 都沒有離開 只是一個心理作用 一個特異計畫 其心動用 一個是當我的六根一道六根看到 聽到 嗅到 聞到 我馬上就不起分別心 這個叫無為親近 聽得懂 這有為無為的 好 然後呢 無為親近故有為親近 若有為親近 若無為親近 無二無別無壞無斷 復次善現 過去親近故未來親近 因為過去現在未來只是時間 原來時間是我們分別出來的過去現在未來 原來時間本身沒有過去現在未來 大家記住 今天我們是為了代號 所以我們今天跟你講今天明天後天 原來每一天24小時哪有在分今天明天後天 聽得懂 所以今天明天是不是代號而來的 不是那個鐘裡面有時間明天後天 沒有 這個是因為一個代號的表述而已 好 所以說過去親近故未來親近 未來親近故過去親近 若過去親近 若未來親近 無二無別無壞無斷 過去親近故現在親近 現在親近故過去親近 若過去親近若現在親近 無二無別無壞無斷 未來親近故現在親近 現在親近故未來親近 因為現在過去未來他們這三個子狀 我們都會遇到 所以都一樣 所以原來沒有過去現在未來的時間 只是因為我們的代號的溝通 我們必須跟他講今天明天後天 是這樣的關係 而時間本身沒有今天明天後天 沒有 所以說若未來清淨 若現在清淨 無二 無北 無壞 無淡 過去清淨 故未來現在清淨 未來現在清淨 故過去清淨 若過去清淨 若未來現在清淨 無二 無北 無壞 無段 未來清淨 故過去現在清淨 過去現在清淨 故未來清淨 若未來清淨 若過去現在清淨 無二 無北 無壞 無段 現在清淨 故過去未來清淨 過去未來清淨 故現在清淨 若現在清淨 若過去未來清淨 無二無北 無壞無斷 所以你永遠相對的這個所謂4點到5點 這個4點到5點 我們有分過去現在未來的4點到5點 假如我們理解法義 當然我們就不止有邊 假如不止走法義 我們就止走有邊 某某人你怎麼會把我4點到5點說的 我這句都放不下 我們就找過去 昨天的過去的時間 原來那個時間沒有過去 但是你這個反乎的執著的記憶 帶動你在你的身上看到過去未來 現在的執著的心態出來 那個是你執著的心態 本身跟時間 那個時鐘的時間沒有關係 聽得懂嗎 所以大家要理解喔 如果這個理解以後 那我們每天安住在哪一個境界 安住在無二無北無斷無壞 願以此功德 願以此功德 普及於一切 普及於一切 我等於眾生 我等於眾生 皆共成佛道 也共成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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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說到震驚蕩了 我們%搜捕